好 欢迎大家参加灿烂沙老月 欢迎大家参加灿烂沙老月 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东马来西亚 东马来西亚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陌生 那我们今天找到这一位在东马来西亚 来了很久的 不肯成为自己是校长的一个台湾人 好 那在演讲开始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书店 那我是这个书店的负责员张正 其实很多都常常来 有一些应该还没来 没来过 你知道我们讲的时候会一直放吗 哈哈哈 真的是故意不知道 讲声音 那我是不是没有声音 那现在是贼的控制那个声音 那现在是贼的控制那个声音 还好想看谁 可是他待会也在讲 还是晚聊的音乐 还是晚聊的音乐 你马上有点 有点尴尬的感觉 好 东马就是这样一个不受控制的地方 好 好那 我是要介绍一下我们书店的书的运作方式 因为那个小马他也出了很多书 那他有书在这边 现在已经不见了 他就很好奇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的书是给人家借的 好像楼下的有中文书 也有很多这边东南亚语文的书 那我们这书是用原价借出 懂的意思吗 比如这本书三百块 你想要这本书 想要看一下就好 可是你还是给我们三百块 书你就带走 你就当作是自己的书 然后你在书上面可以画线 可以做笔记 你看一看觉得 不想看 或者你缺钱 你就把书拿回来 我们会原价还你 原价退三百块给你 好 其实这个目的是希望书可以 我们希望促进书的流动 尤其有一些年轻朋友 可能觉得 因为书现在 对穷人来说还是很贵的 三百五百很贵 他可能舍不得买 好 那 可是我们希望他书 还是可以带去看看 也许他看了就喜欢了 然后我们也希望他看的时候 不要就 我觉得有点像图书馆的书借回来 你可能 不敢在上面做什么记号 所以你不小心还是做了记号 可是规定是不可以的 然后书 读书馆的书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要还 那个书的拥有感不会存在 我们希望 在书在你手上的时候 你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书看 那你做记号 画线 画影光笔 画什么都可以 那如果这本书 你真的很喜欢的话 你就留下来 我们也不会催你 因为反正你已经付钱了 你就把它当做买走就好 你要还我们也会原价还给你 不会问任何理由 除非你书撕烂了 那当然你不要拿来还 书基本上是OK的 然后上面有写字 我们就会推你钱 除非你没写字 那表示你没看 你会觉得不好 你要多少看一下 这本书好或者不好 你给一点意见 那我觉得对下一个读者来说 也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书籍的流动 那如果你真的要纯白的 一点记号都没有的书 你就自己上网买就好了 那也不用特别来我们这里 我们实体书店的 我觉得现在存在最大的意义是 我们还可以面对面 这个大概是网路不太能取代的东西 那也是我们存在的某一个价值 那 刚刚有朋友问我说讲到几点 原则上讲到五点半 不过我们下一场是七点才开始 所以五点半之后如果 讲者不累你也不累 你就继续聊 那我们下一场是讲 也是很少的题目 很少见的题目 讲文来 那可能是我们开店两年来 第一次讲文来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 从文来来的学生 威逼利诱之后 他终于答应 讲一下他家里的事情 那刚好 所以也蛮巧 这两场不是同时约的 就刚好约到这一天 今天的策畔时光 就非常的东马来西亚 好 那我们现在就欢迎小马校长 好各位午安 我先问一下在座各位 有没有人是马来西亚巧生啊 所以你就一定知道东马在哪里 你古镜的 你古镜的 所以你是古镜一中 你不是独中的 好 那就不免还是要先介绍一下 撒老约到底在哪里 这个地图它的比例不太对 但是大部分台湾人知道的都是这一块 是西马叫马来半岛 就统称是西马 那马来西亚人会讲的更精确一点 比如说马六甲这边他们会叫南马 然后槟城兰卡位这边他们叫北马 那马来西亚人就会说古镜跟沙巴这边是东马 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它是联邦的国家 它有13个州 那沙巴跟沙老月是在东马的两个州 那这个州这两个州的地理位置是在婆罗州上 婆罗州上面有三个国家 除了东马这两州以外 夹在刚刚他讲的文莱大概是这个小框框吧 这个小凹洞 这个小凹洞就是文莱 所以你要从沙老月北边的城市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梅利 然后开车过去文莱是不远的 那文莱因为很小又是比较浅诚一点的 马来人的穆斯林国家 所以他们周末都要开车到美里去狂欢 因为那里才有酒可以喝 文莱没有酒可以喝 所以美里的物价会比较贵一点 因为都是文莱客来消费 然后沙巴我觉得台湾人会比较知道 因为目前的话是因为台湾只飞沙巴 然后廉价航空啊什么的很多 然后距离也蛮近的大概三个半小时就到了 我常常说从台湾去沙巴玩个五天四夜 其实比去肯定玩三天两天要便宜 就是以住北部的人来讲的话 真的所以也越来越多人 就是除了日本韩国泰国以外 越来越多人愿意给沙巴机会这样 就是给东马机会 那下面这个图案呢是沙老月的周期 他们每一周都有他们自己的周期 然后沙老月的地理的面积 大概是台湾的四倍多吧 但他人口只有两百多万 所以是非常典型的地广人席 然后他们这个地方靠近赤道 然后台湾人可能就会很惊恐赤道 就觉得很热 其实是真的热 但他不会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什么热 而且他比较空旷 所以他很多地方是通风的 然后早晚 早晚大概也不会到三十度那么热 对那最热的时间也就应该还是九点多十点 然后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 大概这段时间是最热的 好所以这个是大概地理位置的简介 那台湾人比较熟悉的当然是吉隆坡啊 马六甲啊 然后 然后冰城 冰城这边 冰城这一块小粉红是 乔治市 然后 这边有一个宾威大桥 然后过来这边是冰城的威省 所以冰城有两块地方 对 然后下面这个新山 过一个新楼长体就是新加坡了 所以非常多的新加坡 就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 他们每天要大概五点起床 就要开始通车吧 因为过那个新楼长体塞车啊塞人 对 然后但是他们可以赚新加坡的薪水 然后回马来西亚买房子过生活 也在那边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奇景 好 接下来就是如何到达沙尔越 我觉得沙尔越台湾人那么不熟悉的原因 是因为他一直都没有直航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台湾人愿意 不直航但是可以去别的地方 比如说欧洲啊或什么的 转梁三四飞机也要去 然后这个只要转一次就到 大家就不想去 不过其实我有一次 因为我以前从业研究所的时候 我就是收集沙尔越的 留台同学会的这个资料 所以我每年暑假都去做填调 然后因为以前学生然后没有钱卖 而且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多什么政府给的计划 去申请我们完全都靠自己桃腰包的 然后那时候就为了省钱 然后我曾经试过当时台湾还有金文来转机的飞机 然后先从桃园机场飞到斯里巴加湾 就是文来 然后文来等了一下又飞到沙巴 沙巴又等几个小时然后飞到古径 我大概早上六点就到机场吧 因为那飞早上是八九点的 然后一直到下午五点都还没有到古径 就是他一整天其实都在婆罗桌上面绕来绕去 是如果讲是没指飞机 那个就是转两次飞机 其实真的蛮远的 好那现在没有这么严重啊 就你如何到达沙老院呢 可以从KK就是亚币 就是那个沙巴的首府亚币 KL就是吉隆坡 他们马里下人都直接说KKKL 就是你比较少听到说要去吉隆坡 也会啦也会讲这样 那他们讲KKKL比较多 那从新加坡也可以 对那古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因为沙老院最大的城市就是古径嘛 他其实不管从KK或是KL或是新加坡 他其实距离都差不多 不会特别的远或特别的近 就是他算一个蛮中庸的位置 那所以你不管搭乘一般的传统航空 比如说马来西亚航空 或者是搭连航 像亚航库航库航这些 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飞 就是票价会比较便宜 最近然后最 如果你抢到亚航连价机票的话 最近的路线还是KK 因为你从台湾飞过去就三个半小时 然后KK飞到古径大概一个半 两个小时吧 大概两个小时吧 一个半 一个半 一个半吧 差不多一个半 对 所以这个是最快的 好 然后 国内线马来西亚他们当地有一些 就是非国内的 比如说Marswing啊什么的 这些他也都有到 那他去的城市可能会更小 比如说美里有那个 母路国家公园飞去母路那种 可能就会看到这种 非国内线航段的飞机 那国际线比较是看不到的 对不过在选搭这些国内线的时候 像东马还好 因为他都只有一个机场 那西马吉隆坡那边他会有两个机场 他有一些是要到苏邦 苏邦夹亚苏邦夹亚 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去打飞机 就比较麻烦一点 好 然后这个内陆的话 因为沙劳月呢 他就是位在婆罗州上 这个州非常的大 他其实是世界第三古老的热带雨林 他可以说是世界之飞 就除了亚马逊和那一带外 然后婆罗州其实也是 不过印尼啊 他其实环保的概念没有很好 所以大量看法 那个等一下有照片 就是我大概三年没有从 Bornio Highland上面看 就是他山坡上凸了好多块 就是三年时间就砍掉了很多树木 因为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这些树 是很值钱的 印尼边界这边 好那在内陆的部分 你如果不搭飞机 就是做长途巴士 那他们长途巴士其实 也交通也还蛮方便的 那像这个是古境的巴士转运总站 那你可以从这边开始做12个小时 就可以到最北边的城市叫梅里 对他中间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会会停车 然后会有休息站 他休息站不是台湾休息站那么高级 他就是一个很简朴的休息站 然后厕所也是比较原始一点 其实也是正常的厕所啊 但是不能跟台湾的高速公路休息站去比 对然后也有卖一些东西 所以一般像省钱的学生啊 或者是土著他们当地叫土著 因为我写马来西亚书的时候 我就写当地的人有华人马来人土著 然后编辑一直跟我提醒说 这个会不会有歧视的问题 我就要一直跟他解释说 这没有歧视 因为他们当地人真的就叫他们土著 就相当于我们的原住民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讲 好 那总之呢 巴士也还蛮发达的 看你要去哪 因为有很多内陆的城市 然后不是 如果以比较流行点 他就不是一线大城的话 可能三线小镇那种 你就必须要搭巴士才能够到达 我这是马来西亚过期 那台湾人其实去马来西亚非常方便 就是我每次都跟大家讲说 大家一直去泰国玩 可是虽然泰迁现在不用钱 可是还是要去办签证 只是不用缴签证费 可是马来西亚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是买好机票 纳针的护照去 然后去机场盖帐出去 什么都不用填 然后出入金卡这些都不用 只要你的旅游期限在30天内 然后你回来也就是盖帐然后回来 非常的方便 就是不用签证 好在观光方面是很 就是很发达的 然后下面他这边讲一大堆这个 其实马来西亚他也不会一直问 基本上顶多就问你几号回来吧 就是你告诉他你几号回来 这样就好 他也不会真的去看你什么财力证明 其实是不会的 所以出入金还蛮方便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马币 那马币的颜色蛮缤纷美丽的 然后马币一直在扁 所以他现在大概是 比台币大七倍吧 七倍对不对 又变六点九 我去 我去东马当校长那时候啊 马币对台币是八点多 然后我一个月薪 一个月月薪只有两千马币 然后所以换算台币又被扣出来 所以就被可能剩一万六都不到 应该是吧 八 就是一万六吧 就是比台湾的最低薪资还要低 对那现在如果我是今年去当校长的话 我就低于一万五了 对好 那他一直在扁 可是对观光客来讲的话 那这样是比较划算的 对 所以这是马币 他们都会讲这叫Ringi这样子 然后这是他们的插头 那这个插头 因为大家也不会很难见到吧 就是如果去 主要是英国殖民 就大英国邪体系的 比较常见到这样子 就是三根柱 三根直立柱头的那种插座 但是呢 他们很多像冷气啊 或者是厕所的电热水器 他们很多都有这个开关 你不把这按下去 你永远都洗冷睡澡 就是我觉得这是台湾人 比较不适应的 因为我们就习惯就是 一直要开 然后你就想说 为什么他要有这个措施 在马来西亚其他城市我不知道 但是像沙劳月啊 因为他很空旷 然后他常常会有那种大雷雨 但是他不会下很久 可能就下半小时这样 然后他会打雷 然后雷一劈下来 在比较偏向的地方就会断电 然后你常常这样子的话 这些东西 电器很容易坏掉 所以他们就习惯会有这样子一个措施 就是出去玩的话 你就要记得 就是一定要把那卡关按下来 不然就是都 就不会享受到电器的方便 然后接下来呢 就可能要讲一下沙劳月的历史 沙劳月这个地方 他在1963年才正式成为大马联邦 所以在1963年以前 他不属于马来西亚的 那他在更早以前 他其实是文来王国的领土 文来王国他以前范围很大的 就是现在的文来 然后沙巴 然后沙劳月这边 包含可能嘉里曼旦那边 那边可能有一些都是文来的 那他后来呢 就是 后来就是因为他派去的总督 在沙劳月古今这边派去的总督 就是向人民收收重税啊 然后就是一些政策不好 所以人民就开始起来反抗 这个总督的统治 然后当时呢 这个英国人 叫做詹姆斯部落克 他就 好 这边有写 他说 这个詹姆斯部落克啊 他就 因为他继承他家的主产 然后他就有钱 有钱之后当时流行 你知道新帝国主义 所以他有钱之后他就去买船 然后一艘大船 他想要航行事件 然后去探索 当一个冒险家 然后他的船上还配备武器 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踏上了婆罗洲这块土地 后来医院计会之下 因为那个文来 就是当地的人知道他有武力嘛 所以他就要求他说 那你来帮助我们反抗 后来这个人呢 这个人他就答应了 那文来苏答应也得找他 他就说如果啊 你能够帮助我 米平当地的民乱的话 我就把哪里到哪里的土地给你 然后任命你做拉扰 拉扰就是拉扰 就是国王的意思 其实这个因啊 在印度 印度的国王也是叫拉扰 你会发现印度的菜市场男生名 就叫拉扰 就是 你会发现很多叫这个名字 其实他就是国王的意思 那后来 这个人他就愿意 然后因此呢 他就获得了 他就获得了古径到 古径附近约3000平方英里的土地 然后他就开始在这边做 他的白人统治者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把他的王位再传给查理斯部落客 然后再从查理斯部落客 传到温纳部落客 那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啊 就是白人统治沙老岳这块地方 然后当然又做一些经济上的改革啊 一些建设 然后也赚了很多钱 然后后来又碰到印法联军 印法联军中国开始开港通商后 英国人更多的人就是到亚洲这个地方来 让他们更加看重东南亚的地理情势 所以这个部落客家族就更有 就是更有资源去跟英国人要求说 那你要给我更多的武力 让我来屏障这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 所以他又可以从英国那边拿到很多武器那些 那后来呢 干脆他们就拿到英国人的资源之后 他就干脆反抗文莱王国 然后就把文莱王国就是 把他们逼到现在刚刚你们看到地图凹冬那么小一个 那么小一块 那你就想文莱是不是很倒霉 其实也不会 因为文莱啊 他虽然小归小 可是他把最多石油的地方留给他自己啊 所以他还乐得开心 对不对 也没有啦 就是当然失去土地也会伤心 可是文莱他现在游泳的地方 就是他也计算过了啦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有丰富的石油 所以文莱现在就是一个有钱的国家嘛 那当然沙老岳这边也都是有石油 沙老岳梅里那边都有在开采石油 所以马来西亚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天然物产 蛮丰富的一个地方 像东马的话他除了石油 还有大量的木材 木材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就是过去老一辈经商成功的 很多都是靠木材起家的 木材可以为他们赚很多钱 然后还有燕窝啊 然后棕榈树啊 这些都可以为他们赚蛮多钱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 尤其是你的邻居是马来人 跟土著原住民 华人要不成功真的很难 因为我们天生有儒家思想灌输的 木材有天生的就觉得我们要努力工作 要勤奋这样子 对就很容易成功 好那刚刚啊一连串我讲这个过程 看到这些照片啊 其实就是在古靖河滨公园 那里有一个算是英殖民的古基区这样子 像这个 然后前面 前面这个是他们以前古早时候的邮局 然后最开始的这个图 就是这个人是詹姆斯布洛克 然后这张老照片啊 他是 这张老照片 他是那个 呃 呃 布洛克王朝满一百周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举行的阅兵大订 就在今天国境河滨公园那一带 所以这张照片 就是布洛克王朝曾经有一百 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那么久 他后来啊 他第三任拉者叫温纳布洛克 诶 温纳布洛克嘛 温纳布洛克他那时候答应说 他要颁布宪法 实施君主立宪 他答应人民 他讲完这句话没有多久就爆发太平洋战争 然后日本人就开始入侵东南亚 包括萨老岳也曾经被日本殖民过 对 所以那部宪法就从此没有下文 那后来那个温纳布洛克 在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啊 他就觉得他自己也没有能力 可以带给萨老岳更多 所以他就去跟英国妥协 那后来萨老岳就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然后就后来就一直到1963年 才正式加入大马联邦这样子 所以当初萨老岳这个州要加入大马联邦的时候 他们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所以就是联邦制的国家就是这样 每一个州他们有各自的特殊性 所以像西马的人到东马是要签证的 对不对 但是东马的人去西马不用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当初加入这个联邦 就是就谈好的条件 那有的时候像过去比如说西马打压 比如说排华或者是什么 比较严重一点点 当然是不会跟印尼相比 没有印尼那么严重 但是在东马就比较感受不出来这些氛围 主要就是因为当初他们加入联邦的条款 有很多就是保护这个州的一些 就是内容在里面 那这个是跟沙老岳的历史有关 这是其中一个部分 因为沙老岳除了这个因果殖民的历史以外 他还有很重要的是华人的移民史 但是这样的话因为一个半多小时讲这个大家就很痛苦 大家比较想听还是持有欢乐 一些比较有趣文化面的 所以就讲一下部落客王朝就好 那那个华公的历史 那个以后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再说吧 那接下来 就这边 多元种族 多元种族的话呢 因为马来西亚它本来就是一个 马来西亚它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嘛 然后我们知道 比例人口最高的 其实在西马跟东马有点差别 东马的话是土著比较多 就是我们说的原住民 它是人口最多的 然后其次是华人 然后再来马来人 最少的是印度人 所以在东马这边啊 所以在东马这边啊 因为马来西亚它是多元种族的国家 所以它一年会放三次的新年假 那我人生唯一觉得放假放到很烦的时候 就是在马来西亚当校长那一年 就是它华人新年也要放 然后马来人新年也要放 就开栽节 然后土著新年也要放 那在西马的话 因为土著人口没那么多 所以西马它是放印度的 印度的排灯节 所以它们一年会有三次新年假 那包含前几天是卫塞节 卫塞节是佛誕日 然后复活节也是会放 然后各州的州政府看它高兴 什么阿公生日 因为他们都称周元什么叫阿公吧 然后阿公生日也要放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是各州 会有琳琅满目不胜美举的放假 那主要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 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形成的社会 好 那华人呢就是生育率低这件事 也不只在台湾 就是在马来西亚也是 所以马来西亚 华人人口比例其实以前 是超过三分之一的 但现在已经不到三分之一 现在已经剩百分之二十几了 然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生育率下降 然后再加上马来人跟土著 他们都很会升 然后所以就华人的这方面的竞争力 正在下滑当中 就是大家也开始在关注 对 可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很容易很早结婚 就是我以前当校长的时候 我的学生可能只有十五岁吧 然后回台湾三年之后他已经结婚了 就是我很多学生他 那时候的学生他现在可能 就是他们还没二十岁的时候 他们就结婚了 非常的多 然后我去那边的时候 就是包括我的秘书他才二十二岁 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 所以我想说跟台湾比起来 他们已经很愿意结婚生小孩了 但是还是不及马来人跟土著的生产力 好 然后第三种族是马来人 那在全新马来西亚都一样啦 就是对于土著跟马来人 他们政府都有保护政策 比如说入学啊 或者是购买土地啊 开发啊什么这些都有 还有或是基础建设 比如说马来人的村落 或者是土著的村落 根本一天没有三只小猫的 那他的路就会修得又平整又大条 可能没有什么人会去经过 可是华人的话就不一定 所以在马来西亚 当然还是存在很多这些保护政策 然后跟我们看起来 还会觉得不太公平的事情 好 然后印度人是最少的 不过呢在古境啊 还是有一条小小的印度街 所以在沙劳月来讲 大概就古境吧 其他的一些城市 比较找不到有印度街这样子的东西 不过在西马就蛮多的 所以说是冰城啊 伊宝啊 吉隆坡啊 这些都不用讲 就是都有蛮大型的一个小印度区这样子 然后印度区你一走进就知道是印度区 因为你脚都还摸到你鼻子已经先闻到 就是关于印度的各种香料的味道 那以前的古境印度街有一个末路巷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啊是沙劳月文化村 因为我们前面讲他的种族嘛 所以最重要的民族还是原住民就是土著 那你如果要知道他们土著的文化的话 就跟外国人要来台湾 知道我们原住民文化 就会去九州文化村是一样的道理 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沙劳月文化村 他的门票要六十马币 所以我其实从头到尾去田野调查 包括我在那边当校长 这么多次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这个沙劳月文化村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当地的愿意 带我进去 因为要付六十块嘛 然后我也要付六十块 后来是我带了一个华文交流访问团 然后我跟着进去 我终于进去沙劳月文化村了 然后这个里面其实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 因为基本上沙劳月他就不是一个 会有机会人挤人的地方 就是一些景点 所以在里面逛起来还蛮舒服的 然后你可以一个组一个组去看他们的 就是特色建筑 然后他们这些组的原住民 会在那边表演他的日常生活 比如说人工仿制啊 或者是射箭啊或者是什么 可以去看他们的传统日常生活 那在这几个族当中呢 人口最多的是比达佑跟一般 那尤其是一般族啊 他以前是会猎人头的 他跟我们的赛德克啊 还有泰雅族 其实鱼也蛮接近的 说蛮接近 但其实也大概百分之二三十接近啊 但是是有一些单字是相同的 因为同属南岛与系 然后一样有出草的习惯 所以以前像他们都住那个很长很长的 藏屋 就叫藏屋 然后藏屋的装饰品就是人头 然后他们以前是说 他们以前是说 因为我很喜欢你 所以爱你爱到杀死你这样子 然后因为你是外来访客 你要来找我玩我很欢迎嘛 但是你有朝一日要离开了 然后我舍不得你 然后就会把你裂人头下来 那这个是开玩笑的讲法 不过他们这个 现在当然他们不会裂人头了 就不用担心 但是以前裂好的人头挂在那边 如果是有历史的藏物 那他还是挂在那里 对 那个是很久以前留下来的 那现在他们那边也有用这种藏屋 作为体验的住宿 所以外国人你可以选择去住藏屋 然后现在藏屋 有的设备都很好 都有冷气啊什么 其实都不用担心 所以人口比较多的是比达乳跟一般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马兰诺 等一下再给你讲他为什么很重要 他来了 这是马兰诺人的家 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这一栋房子 据说他的造价可能要 一两千万台币吧 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他要这么贵 因为他的木头很了不起 他的木头叫岩木 岩木是很硬很硬的 就是很硬很硬的一种木头 然后等一下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个巴格国家公园 里面就有岩木 那他现在已经不能开采 已经你不能去砍它 然后拿出去买 因为一根那个木头的价格非常高 那马兰诺人以前的传统的物质就是用岩木去盖 所以他非常建议 然后你盖了一百年都不会到 就是可能超过一百年都还是屹立在那边 然后就是 而且他的那个干燃世界 他的脚就是下面那个脚又比较高 所以他看起来是比较气派的那种传统建筑 那我为什么说他很重要 是因为沙劳岳周前任的周元首 叫做太义玛木 他就是昵称白毛 所有沙劳岳的华人 我是没有人听过讲他好话的啦 我也不好说他到底干了什么事 只不过他老婆年纪小他三十几岁 他很老 他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了吧 他现在有八十岁吧 他还没有死吧 就是我认识的沙劳岳所有的华人都 大冲 你看我1999年第一次去沙劳岳 我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讲说他身体不好说 可是现在已经二十个多年 二十年光景了吧 差不多二十年光景他还健在 然后他娶 他大概几年前娶了一个小他三四十岁的一个新老婆 然后我有见过他本人 因为我在沙劳岳的朋友很够力 就是他儿子结婚的时候 请到周元首来当主兵 然后我坐在周元首隔壁那一桌 周元首当然是会迟到 然后他来的时候大约有十个保镖吧 就是摻扶着他进来 然后呢你吃喜酒吃到一半的时候 就会突然塑进 原因是他要起来上厕所 就会有十几个保镖 就会摻扶着他去上厕所 叫做泰伊玛 他就是马兰诺人 然后之前就是刚去世的那个叫阿南 阿迪南 他也是马兰诺人 但是他就是很多华人啊 其他人都很怀念他是一个好的 他是一个好的领袖 但是他去年去世 去年吧去年还是今年去世 今年初去世 今年初去世 然后换了新的周元首 阿我刚刚讲的那个泰伊玛木 他已经 他本来是 那他现在在干嘛 周 他把自己变得更高 就要叫周 他不做事了嘛 对不对 因为他任命 他任命现在这个周 周首席部长叫什么 哦 反正就是这样子 他当了很久 包括沙朗月的石油开采 煤矿开采 道路什么 全部都要他的批准 那中间的金额 就是跟一些事情就不错了 一般人可以 很简单的计算出来 对 好那这个其他就是在沙朗月文化村里面 就是一些其他 因为我刚刚讲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原住民的话 马兰诺人他人口不多 但是 因为我刚刚讲了两个很主要的领袖 所以这一组非常重要 那这个是欧朗乌鲁 欧朗就是人的意思 阿乌鲁就是他的族民 然后就会表现他们哪一些记忆跟图腾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组 那他们是吹剑 蛮厉害的 然后呢 当然这里面会有大型表演 对 这里可以播影片吗 还是 可以啊 不要轻举妄动 不会很播啊 我怕那个板球 不会 这是我拍的啊 那有什么关系 欸可是我好像没有放进来 好啊那算了 我以为我放出来就没有 反正就是你去沙朗月文化村里面 他就会跳舞 唱歌跳舞给你看 你就可以拍 这样子 然后其实表演的蛮扎实的啦 然后你不会觉得那60块嘛 必须浪费钱 就是都关于外国人去这边 我是不是 我是也真的蛮推荐 一定要进来沙朗月文化村看一看 然后另外一个啊 就要介绍他们的特产叫胡椒 各位知道白胡椒跟黑胡椒的差别在哪里吗 颜色不一样 嗯 显了意见颜色不一样 对那差别在哪里 你看这胡椒是绿色的欸 绿色的胡椒是还没有完全成熟 它完全成熟会变红色 但是你在它还是绿色的时候就把它摘下来 然后去晒 然后它就会变黑色 就是黑胡椒 然后你如果让它变成熟之后再摘下来 你就要把它泡水 嗯 你就要把它泡水左上角 泡水之后去皮就变白胡椒 所以以价格来讲白胡椒比较贵 因为它的工序比较多到 然后黑胡椒是比较香 然后也比较便宜 那外国人厨师奥利弗整天就是一些PayPal 就是弄这个 所以沙老月的胡椒品质是真的不错的 然后这个也是他们的特材 然后当然它就会用各种各样的产品 比如说胡椒糖啊 胡椒的糖果 还有胡椒什么 嗯 胡椒糖还有胡椒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买这个 就是磨好的胡椒粉 然后因为古镜是毛层嘛 所以他们就把它包装成毛罐子的样子 喵心人粉丝应该会喜欢古镜 就是蚕食罐这一种 应该会喜欢古镜 因为它是毛层嘛 然后呢像 但是我觉得 如果家里有那种磨胡椒的那种罐子 还是买一粒一粒那种比较好 因为它也不会坏 你就放在那边 然后用 你也不用管它的有效期限 反正就是可以一直用 那磨好的粉是比较方便 可是我比较喜欢买这样的粒粒的 对 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刚刚讲他们有很多特材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燕窝了 燕窝真的非常好 就是它有分洞燕跟乌燕 它好在哪我等一下跟你讲 洞燕跟乌燕啊 大家觉得哪一种的价格比较高 洞燕 洞燕 因为洞燕它长在天然的洞穴里面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介绍 美里有一个尼亚石洞 尼亚Cave这样 巴尼亚Cave 对 然后它那边就是非常大型 大概可以停什么波音747 几台这么大的那种天然的洞 然后钓这种细细的棉绳 然后原住民土著非常厉害 因为天生吃这好饭 他们就会很矫健的跑到上面去采集燕窝 那这一种呢 就是天然的叫洞燕 然后价格比较贵 那养殖的就是乌燕 在当地有另外一种投资叫做燕屋的投资 就是你买一间 大概你花二三十万台币或三四十万台币 去买一间破屋子 那屋子就连 就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关系 没有门也没关系 就是半成品式的房子 或者是潦倒落魄的房子都没关系 只要那个地点是正确的 你眼光堵到你选到正确的 燕子就会来竹草 他竹了一次草 他每年都来竹草 你每年就可以开始去捡屋燕 然后拿去卖 就是 就是 坐在家里就有钱赚这样子 真的 那 这个 燕屋据说 现在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热门 但是 你摊开当地的报纸 你还是可以看到燕屋买卖的那些交易 所以 我拍一张照片 这个啊 这些原住民啊 他们这边背的都是燕屋欸 你这样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钱 可是这里是价值百万的东西背在身上 他们就是靠 他们就是上山采集嘛 然后靠着人力这样去背下山的 那我刚刚不是说这个东西 为什么很好嘛 当然我们知道燕屋的一些健康疗效 就是 因为我以前在独钟工作嘛 然后你知道独钟都没钱 那尤其是我去的那间学校更没钱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去沙巴周餐房 然后我只要 我那时候当校长的时候 我只要看到别人的学校是 水泥 钢筋水泥建筑我都无限的羡慕 因为我们学校是四五十年的老旧木造建筑 然后我看到别人钢筋水泥 我就很羡慕 我就会想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因为你要盖房子那些钱 都是要靠捐款去募款来的 然后呢 疑问之下 他们沙巴周的某一间学校啊 就是他们的校斗 眼光独到 他就投资燕屋 然后地点选对 然后每年燕子就来帮他们学校赚钱 所以他们学校 就是没有像我们那么苦哈哈 他这么丑经费这样子 所以 厌恶这件事 我真的 在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然后另外这个啊 其实在喜欢 园艺界人士们 这个是很赚钱的一个行业 可是 在台湾 我不知道是那个气候 关系什么的 就是你在台湾看到的 这种石虫植物啊 都没有在 沙罗鱼这边看到 这么美 然后 品种这么多 对 就是喜欢园艺界的人 应该 看到这些照片 应该会很羡慕 他们那边有这么多 不同品种的猪龙草这样子 像这个叫 红唇猪龙草 对 那猪龙草 除了拿来观赏你 猪龙草 它 可以吃虫嘛 就是虫会飞进去嘛 对 除了 这个 但是你在猪龙草旁边 所以你还是会被蚊子叮啦 就是 并不是你家 种猪龙草 你就不会有蚊子 还是有 那 除了观赏以外 它 还可以拿来做 这个猪龙草饭 你知道这饭怎么做吗 就是我有一个影片 真的有影片 而且这没有完全问题 这个是 以前我去上一个节目 叫做 那个Maggie的 女主厨的节目 有啊 所以我才会博啊 因为他来我家 然后我就煮猪龙草饭给他吃 我煮的啊 但是因为你知道我 这个是用 用相机去拍电视的 这个不是他原始的档案 所以看起来有点烂烂的 但是 因为也没有几分钟 大家就忍耐一下 好 我现在直接播他来我家好了 真的 我怕他前面讲太久 哦 对对对 各位有看过他的节目吗 他这两年好像没有在TLC節目 没有 有新节目 这已经 好像距离现在五六年了吧 对 我看起来比较年轻 也比较松 那时候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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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被鯊魚 遭受鯊魚攻擊啦 就是會有這種新聞 還有虎頭峰 就是可以想見他們那裡真的是走天然原始路線 因為我們這邊報紙攤還不會有被鱷魚攻擊 可能幾年一次吧 鯊魚還是鱷魚 因為他們都湖啊 沼澤都會有鱷魚跑出來 對 然後失誤是內陸城市 那這邊都是福州人 古境的話 客家人啊 潮州人啊 福建的這些蠻多的 然後失誤這邊都是福州人 福州人講話跟福建話是差很多的 明都魯這邊有天然氣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有錢人也蠻多的 然後明都魯在網上就是梅里 梅里就是我剛剛說離文萊很近的 他最近的地方大概開兩個小時就會到文萊吧 然後開到斯里巴加灣 就是文萊首都可能是三個多小時 然後蠻近的 所以梅里呢 因為靠近文萊 他就一些飯店啊 什麼觀光會比較發達 然後梅里這外海也可以開才石油 然後梅里的附近有兩個很重要的國家公園 就是 母路國家公園跟尼亞石 尼亞石東國家公園 那這些都其實是世界級的景觀 那其他這些 林夢神這些就是真的是比較鄉下 然後一般人沒事不會去的 比方的是觀光客 如果是純觀光是不會要去林夢神的啦 對 那我剛剛講的這幾個是比較重要 會比較有觀光客的 那我以前的學校其實是在三馬拉漢神 這裡有一個地方 他寫西連 就是在這裡 從古靜到這邊大概60公里 好 然後因為他就是貓城 因為他說馬來語就是古靜 然後就是貓眼鼠 就是古靜名稱的由來 所以他們在古靜市區啊 就有很多個交通口啊 他會有不同的貓的 像這樣子的地標 而且他們很可愛喔 如果華人心眼 他會給他穿華人衣服 然後馬來人心眼 他會給他穿馬來人心眼的衣服 然後如果是足球 氏足賽的那一年 他會給他弄一顆足球在旁邊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其實是會幫忙換衣服的 跟金門公司也一樣 可是實際上有很多貓嗎 沒有貓 就是網路上不是有一篇文章說 網路上我忘了拿一篇文章 他其中文句就是說 古靜是貓城 但是沒有貓啊 對啊 但是他有一個 全世界唯一的一個貓博物館在古靜 好 那這個呢 就是上面寫的東西啊 Salama Hari Raya Audifidari 對不對 大概 這是泰哉解快樂 馬來文版的 然後就是他們會在前面弄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其他的貓地標 這是在佛羅安路 然後這個在 旁邊是麥當勞的這裡 這裡這裡叫什麼路 右邊是佛羅安嘛 左邊是 就是有麥當勞的 哦 旁邊還有賣燕窩 土產店啊 對 反正就是在他們的市中心 你走路走一走都會看貓 有新的貓 有新的貓 在哪裡 也在那一帶啊 旁邊是在那一帶 可是他沒有貓 但是叫做貓城 這中間應該有一些連結吧 就前面這裡 貓臉樹 就是一個樹 貓臉樹 老闆都有接受耶 叫貓臉樹 對啊 就是貓城 可能這樣太長了 對啊 嗯 Kuchin就是貓 Kuchin就是貓的意思 再買一個似貓的意思 那所以 那裡的樹 樹 樹花就是貓臉樹嗎 不是耶 沒有似貓的 他們貓有似貓 他們好像有似貓 他們有吉祥物 但是沒有似貓 像是這個貓 就是他們的吉祥物 欸 每個城市 我剛剛講 比如施屋哪裡 它有別的吉祥物 包括我 前面那個 我住的那個西連 它的吉祥物是流連 如果我有機會在這邊分享 我在東馬校長的日子 我就會講 我靠油的流連 我心情有多不好 但是 我從古靜 開心的要回去上班 然後我心裡都超 我在古靜很開心 然後等我踏上鬼土 要回去西連 我看到流連 兩顆出現在我眼前 我就笑不出來 然後我又要回去那個鄉下上班 然後這個是北市貓 古靜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 它是一個唯一有兩個市長的城市 它有南市跟北市 北市是馬來人市長 然後南市是華人市長 那這個北市跟南市中間隔著那條河 就是沙勞月河 然後你就 你在河這邊看 你就會看見 馬來人北市這邊就是一片平坦 然後沒有高樓大廈的林立什麼也不擁擠 可是你從北市看過來 南市這邊沿岸就是飯店啊 然後燈光熱鬧 這就是典型華人會在的地方 所以光從河你就會看到 華人跟馬來人的世界 就是天生的那種 就是呈現出來的那種生活步調的不一樣 那北市政府你要進去參觀 催冷氣是不用錢的 他們也打開 那貓博物館就在北市政府的一樓 他其實可以算是不用門票 但是你要拿一台相機進去照相 他可能要講四塊還是五塊馬幣就好了 那也才 五七 這個就是不到台幣五十塊 那算是免門票的啦 對 然後這個是從那個北市政府大門看下去的花園 那你要在這邊玩什麼其實也都不用錢 好那這個是貓博物館 貓博物館就是我剛講那個北市政府一樓嘛 那他貓的前面門口的長相貓也是會換的 所以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這邊只要有朋友來啊什麼的 我一定會帶他們去這裡嘛 那我後來我是看照片之後 我才發現說原來貓他會改 就是他的長相會改 其實說貓博物館聽起來好像很了不起 但是進去之後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有點亮光 你看他這邊也是會依照節日他會給貓 他其實就是把全世界跟貓有關的東西 都拿一樣放在我裡面 比如說Kitty貓啊 加菲貓啊 或者是百老會貓音樂劇 英國 但是百老會還是英國 就貓的那個音樂劇 貓音樂劇海報啊 然後還有什麼貓啊 Kitty貓 加菲貓 欸他倒是沒有放Jessica 就是Line的那個貓 搞不好下次去以後去會有 除了這些大家可能覺得也沒什麼之外 他其實如果願意花時間 他牆壁上是有掛啊 他們哪一些名人曾經到這邊來參訪過 或者是哪一些名人與他貓的故事 那我覺得比較有可看性的是貓墳墓跟貓的木乃伊 對 這兩個是比較有可看性的 因為他旁邊就有個海報就有掛說 因為他的族人有多愛他 所以他等貓死了以後 他想想要就把他的貓做成木乃伊 這樣子 這為什麼很可看性 在整整間貓服務館裡面來講 對 所以 但是因為他不用門票 所以也 大家不會 不會有太高的要求啦 對 然後呢 在北市啊 就是那個方向 其實你要去北市政府的中間路上 會遇到這個 湖姬花就是藍花 那這個花園也不用門票 對 那你去看花的時候 我覺得要平均錢 因為他們那邊太陽太大 那如果他偶依疏於照顧的話 那花很多都是缺水的樣子 然後其實沒有那麼好看 但有時候你去他花又開的還蠻美的 但是因為賞花的那個路徑大部分都沒有遮壓 所以會很熱 對 但是因為他不用門票 所以 你 去古北市的話 其實你就開車經過就進去逛一下也可以啦 對 這個湖姬花園也是前兩三 前幾年才開放的 大概開放 五六年的時間吧 在更早之前這個湖姬花園沒有開放 那我覺得他比較好看風景就是 就是從湖姬花園這邊看圖去這個州議會 這個州議會就是在薩爾月河邊 他其實 蓋好也大概不到十年的時間吧 這個建築 好 這些都是一些蘭花品種 好 那北市圖書館呢 其實他是一個可以辦婚宴的場所 就是馬來人會在那邊租地方 然後辦他們的婚宴 對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進去吹冷氣 然後休息不用錢 然後看看湖姬這樣子 好 那另外啊 就是北市政府在一直往下開 大概從古今市中心開 45分鐘左右 可以到達這個達邁 這裡就是很典型的觀光區了 就是不管哪裡來的觀光客 都一定會到達邁這邊來 那達邁他是一個 有一座山叫山獨望山 然後海的話就應該是南中國海 那南中國海的特色就是 就是他很平靜 所以他的海浪是很風平浪靜的 然後像西方客 尤其是澳洲 澳洲到沙老月來玩的人非常多 就西方客他們已經就是 西方客我覺得他們 無論到全世界哪裡 從事活動都一樣啦 就是曬太陽嘛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歐洲人去哪裡的玩法都一樣嗎 他去泰國跟來墾丁 跟去沙老月我覺得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就是喝啤酒 吃喝啤酒 聽Live Band 然後曬太陽 大概這樣子吧 然後 對然後跳舞吧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他在那個達邁壁群那一帶 他有連續三間的度假村 然後他們的都有各自的海灘 然後所以大部分人就會去選住那幾排的度假村 然後去想 因為他們這不會很貴 他大概四星左右的程度 可是他的價格可能一兩千台幣就可以住到 一個晚上 蠻便宜的對不對 然後大概有四星 三到四星 可是四星吧 三顆半到四顆星大概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的等級 然後台幣一兩千塊就可以住得到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到這邊來度假 然後就是看海景 然後住的房子有飯店類的 就一間一間的 然後也有像這樣子的小木屋 對 這個就是三獨旺山 對 那他旁邊有一個飲食中心 然後飲食中心當然就是有賣他們所有 你在馬來西亞可以看見到的書 比如說拉茶啊 沙爹啊 福建炒麵啊 什麼這些 在這個飲食中心裡面都有賣 所以你到這一區玩 基本上就不用難心住宿跟吃飯的問題 當然要自己開車啦 就是在沙老約這個地方沒有車 就跟沒有腳一樣痛苦 他的大眾交通用具完全的不發達 對 好 那這個就是飲食中心裡面的樣子 然後他有賣很多就是馬來西亞那邊 會吃得到的東西 那我們後面會有美食篇 所以就美食的部分就是後面再介紹 那距離這個達賣 達賣這個區塊啊 大概開車幾分鐘的距離有一個小漁村 叫文丹 那這邊就有很多這種華人開的 非常簡樸裝飾的這種海鮮餐廳 那因為你看他幾乎零裝潢嘛 然後也沒有冷氣是吹自然風的 所以他的海鮮是又大又便宜的那一種 就是吃得很實際的 那其實很多人他們住在古境的人 其實也都會專門開車跑到這裡來吃海鮮 就是大概開半個多小時的車 然後來吃海鮮 然後吃完再回去 來西亞抓酒駕嚴重嗎 我覺得也是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可能走路出去 夜市喝啤酒 也都是開車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這樣 不過他們倒也就是小酌啦 是也很少看到人喝醉醺醺的 這喝醉醺醺倒是少見 都是小酌 然後像這些就是海鮮啊 他沒有什麼裝潢 然後東西就是真材實料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到沙老月吃海鮮 是滿過癮的一件事 比在新加坡因為太貴了 我去新加坡走進7-11 我根本就是沒有一樣東西 我買得下手 然後我就回去喝旅館的自來水 因為太貴了 一瓶可樂要排幣 排幣五六十塊 六七十塊我哪喝得下去 但是喝東西啊這些東西 在沙老月倒是可以吃得滿過癮的 那古今的市區呢 就是這條河叫做沙老月河嘛 那我剛剛講的達邁啊 什麼北市政府啊 那些冒博物館 那個都在北市 那是在另一頭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一頭 就有比較多好玩 因為華人多的地方 就是會有比較多好玩的東西 那這一頭你可以搭這個船 遊船河 然後你可以選擇在上面吃東西 但是建議是不要啦 就是你只要搭船就好了 然後看看風景這樣就好 因為東西 有家自助餐那種就會變貴 要六十塊 然後遊船河 然後有一份這樣子的小點心 那基本上就是看北市跟南市的河岸風光 然後也會有土著上來表演他們的歌舞給你看 然後呢 因為我們在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因為我們前一天就是去沙老月文化村嘛 然後第二天遊船後 我們就發現跳舞的人跟昨天沙老月文化村是同一批的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很忙 就是我們發現他是昨天文化村裡表演的人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發現然後就笑嘛 然後你知道他跟我們說什麼嗎 他說不是 他說因為我們第一天 我們那一次去那個華文交流團的時候 我們有跟沙老月觀光局聯絡 所以沙老月觀光局有派幾個原住民到機場迎賓 就是有跳迎賓舞 然後我們就說 欸你不是昨天在沙老月文化村表演嗎 他說你第一天下飛機的時候也送我們在那裡一見 我想說他們真的很忙欸 就是從頭到尾只要有需要土著表演才等 都是他們 對 很妙 然後這個呢就是南市政府 然後南市政府是唯一有三語 三語就是有華語馬來語跟英語 三語標示 然後這個南市政府的附近啊 有一家店 我等一下後面好像有這樣 那家店叫大碗公 你有去吃過嗎 啊 你知道那家店的特色是什麼嗎 就是你知道大碗公是幹嘛 大家知道有一個導演叫蔡明亮對不對 他的二哥就是開大碗公的 對他二哥都帶一個人家什麼好認真來去煮麵 然後因為他們家的麵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他們家就是做麵的生意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兄弟還是親戚 在古靜的好像四里還哪裡也有開粉店 就是 大家去吃麵 本地人去吃麵都是為了他們家的食物 只有我們這種外國人是為了看蔡明亮的二哥 然後去的 但是他們家的東西是 是真的是好吃的 所以蔡明亮是古靜人 就是 張栋梁也是古靜人 嗯 還有誰是古靜人 我現在想到只有這兩個 沙老月亮比較有名就是這兩個嘛 文來永遠講都是無尊 還有沒有第二位好像沒有 其他都是西馬的 比如說光良品冠啊 梁靜武啊什麼的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新加坡 然後洞 戴佩妮也是馬來西亞 但他也是西馬那邊的 對 所以東馬比較有名就是蔡明亮跟張栋梁 嗯 好其實這建築物就 南四的是尖的 剛剛北四的是圓的嘛 好然後這個呢 就是他們古靜啊 每年八月都會辦一個美食節 這美食節你走進去喔 根本十攤有六攤 他的廣告都是寫台灣 台灣 鄉長 台灣 全部都寫台灣欸 就是 我跟你說這裡的人真的很喜歡台灣 然後 我覺得台灣人其實是人緣滿好的 一個人 一種一群人 因為你去香港 你知道 一講話他就知道你不是大陸來的 香港人會對你有多好 然後 你到馬來西亞 你一開口 你說你台灣人 他說 你台灣什麼 每天都看你們台灣新聞 真的 就是在講華語的地方 台灣其實也蠻受歡迎的 包括去中國大陸 你只要 中國大陸是沒事 你不會讓自己台灣人來 但是你非不可 你還是被發現的話 他們其實也會 對你也是不錯 我覺得台灣 其實是一個人緣滿好的 一群人 我們要善用我們的這個 天然資源 然後 國區外面 就是你知道 就對啊 就是替台灣做邦交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美食節 對他基本上就是 古境的店家什麼 會到這邊來擺攤 然後大家就是到這邊吃吃吃 但是你會發現 大部分都掛台灣水餃 台灣香腸這樣子的招牌 浩洛就是蠻仔煎 但是這個是潮州的蠻仔煎 長這樣子 然後榴槤 榴槤在馬來西亞的產季 是不大一樣的 就是 就是在沙老月這邊是要年底 才有榴槤 但是在沙巴或者在西馬 他們不同品種榴槤 就是不同月份會吃得到 對 沙老月這邊是年底 好那這邊就是河濱公園 河濱公園 就是我剛說那條沙老月河 河的對面是北市 河的這一面是南市 那這個河呢 你站在南市的方向往北市看 你會看到這個標的建築 叫阿斯塔納 阿斯塔納就周圓首府吧 但是他現在不能進去參觀 你只能就是從河的對岸去看 但是當年那個部落客王朝 最前面講的那個部落客王朝 查理斯部落客建的 這是他們以前住的地方 周圓首府 然後在南市這一邊就是沿岸的這個河濱公園 是全古境最熱鬧的地方 那幾乎所有的觀光客 你來到古境 你就是在這附近 你要住背包客旅館也有 你要住五星級飯店也有 而且沙老月的五星級飯店 價格沒有台灣這麼可怕 台灣可能 肯定一間民宿一個晚上也要三四千塊吧 沙老月一間五星級飯店 你運氣好的話 大概兩千多塊就住得到了 五星級的 然後你一個人 雙人房嘛 平分一個人一千多 其實很划算 對 那你也不一定要吃苦 那他背包客旅館 就是你可以去挑選 有那種原住民風格 他會有原住民的雕刻阿 柴柴什麼那種 就風格強烈的可以去試 那你要舒舒服服度假 你就可以去住這些旅館 這是沙老月最大的好處阿 就是他的住宿費是不貴的 那沿岸呢 就是像這樣你可以散步 然後看 剛才我前面不是講 部落客時期留下很多英殖民的建築嗎 包括郵局阿 大鐘樓阿 然後還有什麼消防局阿 什麼那些 都在附近都可以用步行 就是一定十分鐘以內就會走到 因為他的市區沒有很大 然後 這一排河邊公園的旁邊 就是馬路嘛 馬路一整排 全都是賣手工紀念品的店家 那可以殺價但是不多 可能殺12塊殺到11塊這樣子吧 對 就是不太能殺價 然後 但是他有蠻多東西 包括胡椒 手工編織品 然後紀念T-shirt 然後什麼鑰匙圈 那邊全部都有 你就是在這邊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對 好 我看到這隻龍阿 我都覺得很妙 好像木蘭裡面的一個木須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弄那個龍 對 好那這個就是河邊 像這個就是希爾頓嘛 這個沿路這樣子 好那河邊公園呢 這條河有沒有 這條河的這一頭 你看這麼多密密碼碼房子 這邊就代表是南市 然後看過去這個金頂的這個是州議會 然後再過去就是湖姬花園阿 北市政府 然後達邁海濱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旁邊 這是在一個停車場 大概六七層樓高的地方這樣拍下來的 然後這個是大伯宮廟 大伯宮廟是他們的華人信仰中心 哦哦哦哦哦 好對哦 我好像那個 好 這是大伯宮廟 你看這邊 你怎麼看這個被子摸不到呢 好蠢 這個是大伯宮廟 是他們華人行政中心 我說了這條沙老月河啦 然後你看這密密碼房子很多 就是代表華人地方 然後看過去就是這個 這個的後面不遠處就是湖姬花園 然後再往下就是北市政府 然後再往那一頭這樣開過去就是打賣 這樣子 所以在古境的話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天都是玩北市 然後安排一天都在玩南市 然後還有一天你可以去國家公園或什麼的 就是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市中心的話都是以這條河來做區分 好那大伯宮呢其實就是土地公廟 然後是古境最早的廟宇 然後很香火鼎盛 對 那他旁邊 也有一些那種很傳統的茶餐廳茶室 然後還有一間很老的戲院 我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星際戲院 還在嗎 還在嗎 蛤 你知道那家戲院很 很便宜然後他很好他有個老阿伯啊 他都會你拿票進去老阿伯都會拿手電筒幫你找位子 就是你知道好像看50年前香港電影那種有沒有 就是他就是那個老阿伯都會做這個工作 所以他現在已經關掉了 太傷心了 不會很爛啊我以前都會去那家耶 還好吧 馬來西亞電影院很便宜喔 手硬的大概像我剛剛講的那種便宜 可能10塊12塊馬屁就有了 然後貴一點的影城類的可能也是10來塊 你不覺得很便宜嗎 這樣一張票不能 對 手硬喔 手硬喔 西方那種看得到嗎 看得到啊 可是他有時候翻譯會怪怪的 就是我那時候在那邊的時候我就看目光之城 然後那時候播到新月就第二集 然後我就進去看 然後全西院的人看到雅各出來 馬來哨你都在吃吃笑 然後我突然不是要講這個 是他的翻譯很怪 我們就是翻西寫 我們翻庫倫家族吧 然後他翻豬仁家族 他一直在講愛德華豬仁 我就想說誰是豬仁 然後原來豬仁是庫倫 然後他們的翻譯很怪就對了 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些動腦的戲 比如說不可能這種那種你可能就會蠻痛苦 可是看目光之城這種不太需要大腦的其實沒有關係 對然後有一些港片或者是中國那邊的片子 倒是有些會比台灣快上映 然後在那邊也可以看到新加坡的華語片 我覺得還有印度片 像我喜歡看印度電影的我就會去看印度片 所以他可以看到片種蠻多 然後有沒有字幕就是基本上羊片 好萊塢片的大片一定都會有中文字幕 但是翻譯不好 對要碰運氣 然後有的時候就沒有就只有英文字幕 對然後像我看阿凡達的時候他沒有字幕 其實阿凡達我看得通好通 因為他沒有字幕然後又是3D的 就是看完通好通 可是阿凡達他大概才二十幾塊馬幣而已3D的 很便宜欸 你就換算成台幣很便宜欸 對所以去馬來西亞看電影還蠻爽的 好那這個就是那個大伯公廟的旁邊 你看看他這一排老店家 就代表他的時代都比較久遠 然後你這樣子再走過去就是賣紀念品店的 這是華人博物館 這是華人博物館粉紅色這個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應該也不想進去看華人博物館吧 所以我沒有特別要講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跟部落客王朝的那個英植名劇 他這邊是蠻好拍的 那以台灣文王課來講這邊會比較有吸引力啦 對那就是在和平公園的旁邊 然後這個呢就是印度街 印度街也就是在和平公園 步行約5分鐘就可以走到的地方 然後他短短的 可是所謂印度街就是你在裡面可以買到 比較多穆斯林的東西 比如說像頭巾啊 然後還有一間席客廟也在附近 還有全古境最老的清真寺在這邊 然後他長得很可愛是粉紅色的 對然後他旁邊有穆斯林的墓園喔 就在他清真寺旁邊 然後穆斯林的墓都是有一個木頭 然後上面會綁白色的 然後插在土地上這樣子 對這是喜客廟 這個蠻少見的 然後呢這個印度廟進去有一個窄窄的巷子 然後可以說是古境版的摩乳巷 那現在那個摩乳巷好像已經扣建了 已經沒有摩乳的那個那麼窄了 但是他巷子那邊會有一間清真寺 這個還蠻特別的 然後這邊就是入口的香料 現在沒有這麼窄 現在好像拓寬了 拓寬了你有去這裡怎麼 他拓寬了這個是我以前拍的 就是窄窄的現在拓寬了 好那雅達街呢就在小印度的旁邊 也是距離和平公園五分鐘以內一定會走到的 雅達街就是華人街 就是華人早期在這邊 像這邊會有上帝廟 然後潮州公會 還有是女蛙 不是女蛙廟 天后宮吧還是什麼 對就是在那個雅達街裡面 然後那個那條雅達街裡面還有賣很多金飾 還有賣很多金飾 因為華人跟印度人很愛買黃金 所以他們有很多金飾店 對這個雅達街 也是短短的啦 好然後另外呢在這 印度街跟雅達街的後面大概再走十分鐘吧 可以到沙老院博物院 這個算是全沙老院最大的博物館 說大其實他很小 大概半小時內就可以全部樓上樓下都看完了 對但是因為他本身的建築還蠻好看 而且他裡面有講一些他們原住民跟他們的一些物種吧 就是一些化石啊什麼的 他有擺在裡面成色 然後除了展示沙老院相關的物種歷史之外 他的旁邊還有蝴蝶館 伊斯蘭博物館 然後還有一個水族館 對那這個博物院的後面還有一個紀念公園 對所以這算是一個也是一個可以拍照 然後廣廣的地方 因為市中心可以看的地方就是這些 可以用腳走路走道 因為我說這個地方大眾交通工具不方便 對那對觀光客來講你要用步行可以到就是去看這些 對 就是這是他後面的那個紀念公園 好那馬中友宜公園不在剛剛的那一區要開車 馬中友宜公園距離購物中心Spring那邊比較近 在夾蘭松就是有一條路叫Song這條路 對在那邊 那馬中友宜公園是附近是比較高檔的建築 然後比較有錢的人住在那一區 然後這個公園就是那些有錢人的後花園這樣子 然後裡面可以看到正和的像啊 然後看到熊貓跟猴毛猩猩交朋友的意思 因為這個是馬來西亞捐地 然後中國大陸那邊付錢改的公園 所以就是有熊貓就是中國嘛 紅貓猩猩就是馬來西亞 然後這是正和像 因為正和下西洋與東南亞的開發密不可分 這大家應該知道吧 所以就正和像 晚上去有點可怕 因為他很高大 對然後他這個13個 對 好然後吃飯的話 在市中心就是剛剛那個前面貓地標那邊 他的對面就是這個貓眼嶺海鮮餐廳 然後這個是市中心 然後觀光客或當地人都會去吃的 對算是比較有名的 就是他裡面不是只有一家餐廳 他裡面有好多家 他有點像大排檔 你選好位置坐下來 然後你就去看你要吃哪一家的菜 然後晚了之後有號碼牌放在你桌上 他會送菜來 對 那請問一下 你剛那個 Pukki Mata Mata Mata是眼睛 那Pukki是什麼 Pukki 是一個眼 是一個眼 所以 所以 馬來文裡面沒有NOW那個字 對 不緊 不是 你可以回到上面 你按 直接按左右鍵就可以回去 沒有個過沒有那麼遠 就是剛剛那個海鮮餐廳那個 對 Pukki 這好像是一個攤幕的名字嗎 是 是 可是它這兩個字是同一個攤位 應該可以 有時候有一個海鮮餐廳的那個 一包包就是 好像是眼睛 眼睛 貓 眼領 貓眼領 因為馬來文裡面沒有貓 他問說為什麼沒有去把貓寫進去 喔 因為我也可以用把電視 好 什麼意思 蛤 三領 三領 所以是眼睛領 眼領 和中文把它分成 貓眼領 喔 可能硬要 弄 把貓 扯上去吧 眼領聽起來沒有吸引力 貓眼領這樣大家就有了 然後是賣什麼菜 還是 就是 就是 等一下後面介紹的美食 幾乎這邊都有賣 對 我要跳過去啊 我要跳過去啊 你怎麼要跳過去啊 你怎麼要跳過去啊 喔 可是我 因為它每一夜出來 喔 我想我的小火 對啦 就是像這個是手動 手動就是花枝 花枝 然後這種是黑胡椒螃蟹 然後它每天晚上都熱鬧搶搶棍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呢 就是 肉肉就是我們的滷味 但是它會把它弄成一串一串的 一串一串就叫肉肉 所以 他們會把一些菜啊 發泡魷魚啊 什麼辣椒這些都穿得很美 然後你拿好 它就算一隻是 比如說一馬兵或是多少吧 因為其實我去古今的東西都是那邊的朋友付錢 我不太知道 我吃米不吃米架的人 所以我去那邊會報肥嘛 對啊 然後它就是看那個竹籤 然後去去算你有多少錢 要付多少錢 然後它都穿得很美 以前很少見到這個是這幾年比較多 然後古今 基本上他們的休閒生活就是去逛購物中心啦 對 那其實台灣人去逛也不會覺得很好逛 但是就吹吹冷氣可能因為白天很熱 大部分都是去吹冷氣跟看電影的 所以沒有電影院的購物中心生意就不大好 有電影院的話也只有電影院那邊很熱門 然後其他的樓層你都是 就跟台灣很像啦 也都是有電影院那一層才會很熱鬧 所以它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 這個呢就是你另外要在 剛剛我講的都是市中心 就北市的南市 然後這邊就是你要花一整天的時間去比較遠的地方 那這個是八哥國家公園 然後這個國家公園啊 它規定一定要有當地的導遊帶領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原始生態 所以導遊的手有摸哪些葉子你才能摸 導遊的腳踩在哪一條路上你才能踩 就是他沒有摸過跟他沒有踩過東西 你不要自己亂摸 因為那可能是有毒的植物或什麼 或者是你走的那條路可能 立刻就會有一個凹陷下去這樣子 可能就會有危險 所以一定要進這個國家公園 一定要非常熟悉這個國家公園裡面 生態的專門的導遊來帶領 就是他不開放讓觀光客自己申請進去這樣子 好 那這個國家公園非常有名 然後你要去這邊的時候 你就要先去開車 也不會很遠啦 大概也是一小時左右吧 然後開到一個小漁村 小漁村之後你要搭 小漁村這邊就有很傳統原始的那種海鮮餐廳 然後玩的時候你就要搭這種小船 然後開始渡河到八哥國家公園 那這條河呢就會有 這條河井是這樣子 然後都會叫你不要把手跟腳伸下水 就是玩那個水 因為他旁邊有鱷魚 對所以就有些人坐船會把腳放下去 乘涼這樣子 那就不要 因為這邊有鱷魚 然後乘風破浪之後 就要上岸 這個就是我們那一次去的那個 專業執照的導遊 然後要上岸之後 這是上岸的地方 那因為他也沒有專門的碼頭 讓你去上岸 所以他其實是靠近岸邊之後 你要設一點 設一小段路的水 然後上到沙灘 所以就是要穿比較輕便一點 短褲什麼的 然後上到沙灘之後啊 就會看到這個腳印喔 可以知道我們上到這裡 看到第一個動物是什麼動物嗎 那不是鱷魚的腳印吧 鱷魚沒有腳印吧 鱷魚沒有腳印吧 鱷魚沒有腳印 但他不是鱷魚 沒有那麼可怕啦 山豬的腳印 因為我們一上岸的時候 就有好幾隻豬 牠本來在這邊玩 然後我們一上岸那隻豬 就往這個山壁這邊跑 就往山壁這裡跑 所以牠本來在這邊玩 然後就這沙灘就往 然後就往那邊跑 然後我們就沒有想到來 這個國家可以看到的一個動物是山豬 因為大家來這邊其實是要看 長鼻猴 貓什麼猴的 就是長鼻猴吧 牠有一些蛇啊 什麼是要去看這些動物的 好那這邊啊 像這個啊就是岩木 這個就是我一開始說 滿來諾人的房子 不是很貴嗎 就是這個木頭蓋的 然後他說這也是沙老院 所以沒有老虎的秘密 但是我始終找不到答案 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皮膚好像很小 就是不發動 會爛 怎麼還在看 好 解答耶 解答耶 對啊我上網找好久 然後都沒有找到 有人解釋說 為何有岩木沙老院 就沒有老虎 對原來是老虎的皮膚 碰到這個木會爛掉 所以沒有老虎 可是實際上 因為從來都沒有老虎 還是說從來有老虎 因為有那個樹 只有老虎死掉 本來現在是有老虎 那是要老虎 所以是在吸馬 羅勒州是沒有老虎的 但是因為這個樹 我只能碰 因為先有老虎 如果先有老虎 才有人中了這個樹 所以老虎死掉 所以老虎死掉 對 是先有老虎碰到它這個爛掉 可是如果先有樹 那 我這個老虎傷害就死掉 這個意思 這個也是無法解答 對 反正就可以看到 這種木像已經不能開採了 因為它就是寶 就很珍貴的 然後這一個呢 是亞森國 阿森是一種酸酸的國 就是在馬來西亞有一種 勒沙 你們有吃過勒沙嗎 勒 台灣寫成勒沙 勒沙就是在一些美食街 南洋西馬美食街 有那個勒沙有沒有 一個口 一個力量的力 然後撒那個 勒沙啊 它有很多種口味 西馬那邊很多勒沙 會加亞森國 所以西馬那邊勒沙會酸酸的 酸辣酸辣的 然後東馬的國 一般吃到的沒有夾 然後東馬的都吃不關西馬的 西馬的 有些也吃不關東馬的 對 反正他們各州都有各州 擁護自己美食的人這樣子 對 好那這個是亞森國 也可以在這個裡面看到 然後那個 那個要看長尾猴啊 這些 這些 長尾猴 欸不是長尾猴 我剛剛說的長鼻猴 就是我們運氣不好就沒有看到 因為你那個其實就是進入到原始的生態區 然後導遊它要去找嘛 那萬一你來說那些動物沒有出來就是沒有看到 所以很多人說擺抱只要看長鼻猴的心情來這邊 然後有一點失望 所以我們那次去是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只有看到這些動物 對 看到紅毛猩猩嗎 紅毛猩猩不在這邊 紅毛猩猩在另外一個地方 對 然後這個 我會覺得這個應該是死掉的樹木吧 然後我覺得這個景色還蠻美的 在八個 其實這個國家公園非常的大 它有好幾條路線 但是因為我們那天只花了兩個多小時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也沒有真的去走到 很完整的八個國家公園 只是算一小部分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對生態很有興趣的人 它外面是有小木屋區跟露營區 西方客啊什麼會在外面紮營 就是在外面過夜 然後玩比較全面型一點 那我個人是對生態沒有這麼有興趣 那這個就是八個國家公園 紅毛猩猩來了 紅毛猩猩它是保育類的動物 所以在古境有一個保育中心 那觀光客要去這邊參觀 然後買門票也不會很貴 進去之後呢 它有一個 就買門票進去之後 它有一個 算是一個區域吧 然後如果啊 這一隻叫Ricky的紅毛猩猩沒有出來的話 那那個原方會允許觀光客在那個區域的附近走走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紅毛猩猩在樹上 就是掉來掉去啊 或是跑到地上彈來跑去 你可以比較近距離的看它們 然後拍照 可是啊如果他們發現這隻Ricky要出來的話 它就會把大家全部推到安全警戒線 它就不讓大家越擂持離步 因為這個Ricky啊 它從小 就是被丟棄 氣養的紅毛猩猩 所以它內心有 傷痛 然後它以前小時候 真的它是 它是有心理 它是有心理創傷的 一隻紅毛猩猩 然後它小時候一個人在外面流浪的時候 會被 就是可能 村落裡的 就是你知道 甘凳裡面那些小孩 會去欺負他 會去可能會丟石頭給他什麼 然後小孩不是就會嘻嘻哈哈的笑 所以它聽到那種小孩笑 然後尖叫的聲音 它會非常的憤怒 然後它討厭聽很吵雜的聲音 所以它現在長大了 它變成這麼大一隻 沒有人敢欺負它了 然後當它要出來密食的時候 它怕小孩啊什麼 在那邊鬼叫鬼叫 所以都會把大家推到那個界限之內 否則觀光客會有危險 因為它真的很大隻 危險是 它會發狂 會丟東西嗎還是 它會發狂 這一隻會發狂 可是你們之間不是隔開的 其實這個 這裡面你可以 在一個範圍內你是可以走的 然後旁邊都有紅毛型 真的很近 大概跟你的距離就是 可以摸到的這樣子 哇 哇 就是同一個區塊就是 摸你要 你偷摸 就這麼大約 我跟你的距離這樣 然後中間是 中間是沒有 就是這樣子寫啊 它有一定的轉 我第一次是 你現在這是欄杆嘛 你從欄杆外排進去 對啊 所以它攻擊你 除非它跳到欄杆外才能攻擊你 所以我們要躲在裡面啊 但如果它沒有把我們圍住的話 我們可以走下去的啊 可是可以 你們可以走到那個木杖的地方 對啊 就是如果它沒有出來的時候 對啊 我們就可以進去 可以下去 對 對 我們就要跟它保持距離 它叫Ricky 對 然後這個是 不是Ricky的 紅毛猩猩 就 很活潑的在那邊 掉來掉去 然後在路上走 你真的很近距離 你要摸它 其實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是害怕動物的人 我是沒有心情這種念頭啦 對 好 然後這個呢 就是另外一個景點 你也可以花個一天的時間到這邊 這邊距離古晉市區 大概開車一兩個小時的吧 然後就會到達婆羅州高原 然後它就撐世界之沸 你這邊看下去 我要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三年2013、2010 2010年我去的時候 你看這同一塊山景 這些 這都是滿滿都是書對不對 然後我2013年去這邊 已經凸了這麼多塊了 就代表這麼多樹被砍掉 那這邊看過去其實都是印尼 都是印尼的家裡漫單 對 所以有時候 你們看一下環保新聞 什麼都會看到他們 很關注印尼 然後印尼都說 而且他們這個東西啊 他們會燒那個亞達葉 所以讓他們要 因為他們採取火根那種方法 燒亞達葉嘛 然後就會有埋害 所以這個是每年 大概有埋害那幾個月份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樣子的新聞 然後這個婆羅洲高原 因為它比較高 然後它不能用一般的轎車開上去 要用四輪傳動的 所以一般的 如果你家沒有四輪傳動車的話 你就要在山下去租他們的車子 請他們要花錢啊 然後請他們的園區派車子 把你接上去 然後因為它比較高山 所以它的氣溫是20度左右 很多人是到這邊來避暑的 就像西馬那邊會去雲頂高原避暑一樣 對 然後這邊就是其實它是高爾夫球場 然後有錢人會來這邊買地 然後自己蓋房子 你如果在這邊有房子的人 你就不用買門票進來 像比如說馬來西亞的前首相 他就有在這邊買地蓋房子 好 然後它這邊就是這個景點 就是馬印邊界 那剛剛我說就是那個 已經被開殼很多一塊塊那個地方 就是從馬印邊界這個地方 這個點拍下去的 然後因為氣溫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很多花就遠比剛才 在北市看到那個呼籍花園要養殖得好 所以它這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品種的一些植物 那主要有錢人是到這邊來 就是打高爾夫球的 然後那上面普羅州高原裡面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度假村 然後它裡面沒有冷氣 然後它也不賣肉類 它只賣素食 然後有機食品 所以就是完全存放鬆度假 你也不能在那上網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地方 大概從古晉到這邊做把市要六小時吧 然後就會到石屋 石屋的話它過去呢 是有一個人叫黃乃香 這是中國人 然後他帶著一大批福州人到這邊來開墾 然後就奠定華人在這個城市的基礎 這一個江叫做拉讓江 這是算是石屋的母親之河這樣子 然後這個石屋城市的地標是天鵝 剛剛古晉是貓嘛 然後這個地標是天鵝 然後拉讓江邊呢 也是有這個大伯宮廟 然後拉讓江邊也有非常多的海鮮餐廳 當然都是沒有什麼裝潢的 對然後就可以吃到野生的螃蟹 就是 就算比較平價 但當然他們那邊也是一直在漲價 對 沙巴那邊漲更多 因為沙巴有很多中國觀光客去 沙巴的物價比基隆坡還貴 對然後像這個是石屋的市景 石屋的市區沒有古金那麼大 然後它好玩的地方也沒有古金那麼多 對大部分為什麼會來石屋呢 可能做生意的人會來吧 因為這邊有很多企業家 然後還有很多人是買賣木材 然後跟造船業的 對 所以觀光客比較少人來石屋 然後這個是梅里 梅里的話就比較重要 梅里就是除了市 它市區也小小的是沒有什麼好逛 但是它的重點是要去 母路國家公園跟那個尼亞史洞 這是梅里的一座山叫夏威夷山 這是暱稱啦 然後看出去的海景 對 然後梅里的地標是海馬 我不太清楚為什麼要海馬 然後像有一些城市的地標是酸桿喔 就是酸橘吧 酸在市里街啊 市里街好像是酸橘吧 還是鳳梨 它旁邊會有個酸橘 反正他們的就是會有一個吉祥物這樣子 然後海馬還蠻可愛的 在他們的交通圈都會看到 然後梅里的話如果市區啊 硬要找一個景點玩的話就是這個遊景 就是他們當年開 第一次開挖石油的那個點 他們弄了一個遊景博物館 但是真的也沒有什麼好逛的 我說的是市區啦 因為來梅里不是為了要在市區玩啦 對 它其實是要去這個尼亞史洞 距離梅里網民都魯方向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一樣你要先開車 然後要再坐船 然後才能夠進到國家公園的大門口 跟剛剛那個八個國家公園很像 然後進去尼亞史洞裡面呢 它有三個洞 那你從買好門票走到第一個洞要走五公里 然後它有鋪那個木頭栈道 然後沿路旁邊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原始的自然生態 就是熱帶雲各種植物這樣要走五公里 然後到這邊的話 因為你進洞參觀洞裡面是黑的嘛 當然有一些你要自己帶手電筒 然後這樣照入進去 然後它洞裡面的栈道呢 它當然也有把手讓你扶 可是因為那個洞裡面有非常多的蝙蝠 所以你那個栈道上面其實都是蝙蝠的大便 而且蝙蝠糞面的氣味是很濃厚 因為它很天然也是 然後所以你一定要帶那種初工用的 綿的那種手套 然後帶著那個手套跟手電筒進去營養食洞 這個才是標準配備 對就是不能懷抱著拍美美照那種心態進去 然後反華 像我就在裡面跌倒 我其實沒有跌倒 是那個栈道中間洞 那個栈道破了一個洞 然後我的腳就踩到那個洞裡面去 對信號的鞋子沒有掉下去 就是我又立刻把腳抽起來然後繼續走 然後忍痛走了五公里走出來 走到大門口 對所以就是在這邊就是要小心 然後它還有三個洞 所以體力好的話 你當然三個洞都去把它走完 那體力不好的話 我覺得可能一個洞就會投降吧 因為畢竟你到第一個洞的時候已經走了五公里 就變成你來回要走十公里的洞 三個洞有什麼差別 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大小的差別 就是你走了之後 我走 這是第一個 大小的 我有走到第三個洞 因為同行的人逼迫我 就是腳軟才會踩到那個洞裡跌倒啊 對啊 我去那個其實有一段辛酸事 就是我跟我獨中的朋友 就老師兩個人一起去美里 然後我去找朋友 我朋友是一個年輕男性 然後他送我以前去做田野調查的時候認識的 他爸爸一直以為他兒子會喜歡我 我就可以嫁給他當媳婦 殊不知道他一直對我毫無興趣 那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很久沒見面 然後我就去找他 他就說好 我帶你去尼亞斯洞 我想說這次他怎麼那麼熱情 願意開那麼遠的車載我去尼亞斯洞 原來他要拔妞啦 就是他要泡妞啦 拔妹泡妞 就是他答應另外一個女生 要帶他去爬尼亞斯洞 所以他就其實我們兩個只是做陪的 然後他就帶著 他其實是想要帶那個女生去爬尼亞斯洞 然後那個女生他就是非常有上網查資料版 所以他還很好心就幫我們準備了那個面獸套 因為我們兩個女生在後面還想說 那個到底要幹嘛什麼的 然後結果後來就要是後來才發現這個東西很重要 對所以我們就在這個男生的帶領下呢 沒有做功課的情況下去走這個石洞 然後不知道那麼辛苦 因為我們其實第一個洞就想要回家了 然後他就說不行 然後那個女生也說我想要看第三個洞 然後我們就說好好好 就是我們不能想說台灣來的字我沒有用 好然後我們就我有三個洞都走 對 沒有啊 而且這沿路會看到很妙的東西喔 你看這指標 他說不能 I love you 欸 你看 他是深爬大概在那五公里戰道上做什麼奇怪的事情 然後 這個就是那個戰道 五公里那樣子的路要走五公里 然後你走進去裡面就會看到這個線啊 這種線有沒有 這個就是原住民他們要爬上去採煙窝的線 你無法想像他們怎麼把線盯到上面去 然後這樣上上下下的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國家公園 這個國家公園更遠 他沒有辦法開車到他要坐飛機 那其實我去的時候呢 他那個地方還沒有正式的機場 我去的時候他其實是螺旋槳的飛機 然後是駕駛員要目視下降的 他沒有跑到的機場 然後所以天氣不好什麼完全你就不能去 那飛機就不會飛 然後螺旋槳在上面其實很常 然後有一點危險 然後我記得我去的時候大家都很緊張 就是同飛機的人 大概做不到十五個人吧 然後大家都很緊張 只有一個人在那邊呼呼大睡 然後大家只心想為什麼我這樣 就是睡得著 因為真的很無聊 不睡覺不知道要幹嘛 那現在不會那麼危險 現在總之他就有一個有跑到的機場 然後是有塔台什麼的 然後你可以搭他們國內線 比如說馬斯福音這些航空公司 就到母路這個機場 就是降落 然後之後呢你就可以有包車啊 或幹嘛就抵達母路國家公園門口 那這國家公園的外面有很多背包客旅館 然後也有五星級的度假村在裡面 就是看個人的預算 那這個母路國家公園它最主要是有幾個重要的洞 就是這四個 那大家一定會去看的就是路洞 為什麼呢 因為路洞每天傍晚約末五點左右 路洞裡面有兩百萬隻的蝙蝠會依序飛出 他們會排隊一批一批的飛出來 然後密食然後再飛回去 所以傍晚的時候觀光客就會在觀景台去看蝙蝠飛出來的那個畫面 而且這裡的蝙蝠啊 是吃 昆蟲的 跟吃水果的 它不是吃肉的那種的 所以在那邊到還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蚊蟲的困擾 這個就是飛出來的樣子 這上面全部都是蝙蝠喔 然後他們會排隊 這個就是它外面有一個觀景台 然後全世界觀光客都會坐在這邊拍 可以看兩個小時 但是不會有人真的要在那邊看兩個小時啊 大家也就是看十分鐘二十分鐘就差不多了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那個蝙蝠 那其他的蝙蝠 比如說蝙蝠就是中乳石 然後這些都是天然的 而且它這邊都要用那個鐵架去把它隔開 因為中乳石會生長 然後它會上下連接起來 就是我也要用鐵架把它隔開阻止它生長 然後這個就是剛才我講的那個蝙蝠 然後路洞口除了剛才的蝙蝠外 你也可以走到裡面往洞外看 你就會看到這個側臉 就像外國人的側臉 所以大部分的人來路洞 除了看蝙蝠就會拍這個景 這就是剛剛給你們看的那個蝙蝠飛出來的樣子 然後清水洞是最上面的洞 那知道這邊都是 不管剛才的尼亞石洞 或這個母鹿國家公園 全部都是很需要體力活的景點 對 就是尼亞石洞是可以一天來回 如果你在梅里一天來回是可以的 然後回來就踢推這樣子 然後母鹿的話是一定要在那邊過夜 不然你沒有辦法玩玩那四個洞 那有一些人他更有體力的 他會去爬島山 那個就更辛苦 那個要有土著的巷島去帶你爬 那個可能你在那邊就要再多待個兩天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就比較開心的就是吃飯的事情 這就是我剛剛說蔡明亮導演他家啦 不是他二哥開的店叫大碗購 然後他其實就是賣很簡單的哥羅麵啊 然後餛飩麵 他們叫雲吞 然後還有什麼 大概是這些吧 就是很典型華人會吃的東西 然後這個菜叫比林 比林是真的只有殺老月用 然後他有點像我們的破貓菜吧 然後他們的煮法就是說什麼炒蒜泥 而且我跟你講喔 馬來西亞他很多店是沒有菜譜的喔 就是他上面也沒有寫價格的喔 對然後你走進去一家店其實 你只是跟老闆內心有一個默契 你約莫這盤菜大概就是在假設好了 10塊馬幣到12塊馬幣之間 那如果只要是在這個範圍內的都可接受 那如果你結帳的時候發現他竟然賣18塊 那你下次就不會去了 對那他倒不會說欸我在別家吃10塊 你這邊賣12塊我以後都不會 那倒也不會 所以他們很多地方其實是沒有 沒有價格在 菜單寫在牆壁上 那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心不安的話 就是最好走進去就問老闆 就說那這個多少錢 這個多少錢 這個多少錢 所以他們比較不會主動說這個多少 這個多少錢 你要自己去問 然後他們的炒法就是有炒蒜泥 就是大蒜 然後酒的 跟炒蝦醬的 還有炒什麼 蠔油 就是你說今天有VV嗎 老闆說有 老闆就問你要怎麼煮 他就說炒蒜泥嗎 或是炒紅酒 或是炒蝦醬 那就可以這樣跟他講 對那這個菜吃起來還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客家擂茶 跟在我們台灣看到的客家擂茶不一樣 台灣客家擂茶大部分是北埔老街那種 就是甜的 然後觀光客去抹 然後沖熱水 是像米茶這樣子的東西 五穀雜糧茶的這種 然後在那邊的話 因為是和婆 來自廣東和婆的客家人 他們是吃飽的 所以他們的客家擂茶是 雪裡紅這樣子的菜 然後跟菜泡 還有一些豆干什麼的 然後一碗飯 然後最重要是旁邊那個綠色的汁 因為那個綠色的汁是苦的 然後它的從哪裡體驗出來 是一種植物叫鳥不踏 然後鳥不踏 因為它對你知道人的健康什麼 有很多好處 所以重點是那一碗汁 熬出來的汁 然後它要浇在這個飯裡面 然後有一些人是喜歡 一口把那個汁喝光 有些人是一口湯一口飯這樣吃 然後這個也算 我覺得是沙爾月蠻好吃的東西 因為這個在台灣幾乎吃不到 那哪裡有茶 沒有茶 就這一碗 就這一碗 就是鳥不踏體驗出來的植物 鳥不踏是一種 植物 它就是連鳥都不想踏在上面唱歌 叫鳥不踏 叫鳥不踏 嗯 就是它可能有一些味道吧 連鳥都不想沾在那裡這樣子 所以叫鳥不踏 然後這一套叫做雷茶 客家雷茶 但是沒有茶 但是沒有茶 所以它講其實是這個吧 重點是這一碗 就跟它冒眼淚 沒有冒 那這個呢 是那個 那個 這個跟台灣早餐店有可能吃得到 就是蚵仔煎 不是蚵仔煎 蘿蔔糕炒蛋 這個蘿蔔糕炒蛋 然後這個是拱拼 這個是濕烏的美食 就是 對 有一點類似 然後它裡面的肉 如果是華人的 會有豬肉 那 雞肉 牛肉也是可以看得到 對 這個是到食物一定要吃的 對 但是它長相又不大一樣 對不對 然後這些椰漿飯 其實這些也不一定是古鯨 就全馬來西亞都吃得到 不過 右下這個哥羅麵啊 這個倒是古鯨的名產吧 因為古鯨就會說 哥羅米 但是哥羅米跟別的米 有什麼不一樣 那個米就是MEE 就是麵的意思 它馬來文就直接這樣寫 就是麵 然後如果是河粉那種 就是龜調 它就會寫成龜調 KE 什麼 對 就是唸成龜調 自然而然就知道 然後如果是米粉 它就寫B混這樣子 你唸你就知道那個叫米粉 所以我覺得馬來西亞還蠻親切的 然後這個哥羅麵 我問他說 因為他們古鯨的都喜歡吃細麵 然後別的地方的麵比較粗 他們就吃不慣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的哥羅麵 細麵是最好吃的 對 然後這個 右下這個就是Laksa 就是我之前講那個 有酸味的那種叫Asanasa 然後像古鯨的是沒有酸味的 然後這個沙疊的要找 椰漿飯這個是馬來西亞國民美食 就不管東馬西馬都有 那不一定這麼澎湃啊 就是簡單的 那個椰漿飯是沒有肉的 就只有飯 小魚乾跟紅紅的這個叫做 森巴醬 森巴 這個森巴醬 紅紅的 然後跟小黃瓜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有加肉加蛋 就是價格會比較貴一點點 然後馬來西亞牛肉麵沒有台灣好吃 就是名 除非錢太多 然後就不然不要點 然後另外是 這個是爪哇麵 它寫加哇麵 J-A-W-A-M-E-E 爪哇麵 算是介於 會麵跟湯麵之間吧 然後他們馬來西亞的醬啊 土麵包的醬都是嘎鴨醬 所以叫嘎鴨吐司 是斑南葉弄成的 甜甜的啦 但是他們就比較少加草莓醬啊 那種就比較少見 嗯 麵馬馬克啊 它是炒麵 但是馬馬就是土生印度人的講法 所以麵馬馬克就是印度人炒的炒麵 它會比一般你在華人當吃到炒麵要再拉一點 所以還是 就算你覺得看起來都差不多 但是味道是有不一樣的 好 然後這個就是割羅麵 啊這個大頭蝦麵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但是它現在好貴 它很像一碗要220馬幣了吧 一碗要100多塊台幣 但是它真的這個蝦 大頭蝦真的那個熬的裡面的肉真的很多 它是野生的螃蟹撈起來煮的 不是蝦嗎 大頭蝦 大頭蝦 你剛說螃蟹 我講什麼螃蟹啊 反正它是野生 反正它是野生的 撈起來煮的 對 我剛講螃蟹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水果 那榴槤的話 以沙老月這邊來講它是年底 然後他們都只吃樹上掉下來的 他們不會爬上去 再跟泰國不一樣 然後他們因為是掉下來 所以他們很成熟了 然後裡面的肉啊 就味道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像他們就 你們是不是都不吃泰國的榴槤 對啊 因為它叫什麼地方 對啊 大家都會去吸 因為那裡的土著原住民真的很好 它家前面就是榴槤樹 它到產季它就是整天剪掉下來的榴槤 然後它就在旁邊公車站等 然後可能10顆榴槤 10碼壁這樣子吧 對很便宜真的很便宜 然後他們是真的很喜歡吃榴槤 然後就真的會去買 然後就現場吃 然後也會冰起來 當榴槤冰淇淋吃 所以這邊是吃熟比較熟的 因為聽說有些 要爬到樹上去摘 就是吃比較深的 太貴 他們那邊就吃這麼熟的 所以像這一顆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被我朋友騙 反正他說這一顆叫做冰拉燈 因為它味道嗆的跟冰拉燈一樣嗆 就是形容啦就是這個品種 然後這個叫朗莎 這個有點吃起來像熔煙 這些是台灣 這個好像台灣沒有 印尼那邊買的 在沙巴那邊沒有 然後這個飲料先 欸怎麼又跳掉了 因為它那個放映的關係 所以我一定都要從這邊給它 因為它那個放映的關係 不然它那個照片都會跳掉 這個啊 100號啊 台灣有一些 怎麼又不見了 我不要亂點 台灣有一些地方 可以買得到 各位有見過嗎 這個很好喝欸 這個就是運動飲料 但是有氣 然後他們是流汗之後喝的 因為他覺得有電解質吧 有生病 對對對 他們有奇怪 他們生病的時候 會買這個100號來喝欸 有氣泡的光碼 對吧 可能就是因為電解質的關係 然後這個中間的三酸水 是我個人推薦 三酸就是酸乾 就荊棘、酸梅跟檸檬吧 梅加不一樣 梅加不一樣 好吧 那還有什麼可以加 可是你有沒有吃過 馬格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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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剛才講的是 比較普遍 普遍的 比較在地 嗯 所以我剛講的是 一般普遍 加酸梅、荊棘跟檸檬 對這叫三酸水 這個是好喝的 然後這個啊 就是奶茶類的 像這個是薏米水 薏米水 有的地方是有薏仁 薏米不是 薏米就是薏仁啦 對 你看到薏仁 有一些他都已經磨成薑了 就吃不到薏仁 然後也可以喝五湯 就健康 然後這個有泡泡 這個就是拉茶 對 叫Data Ray 然後這個呢 就是奶茶 那在 全馬來西亞都一樣啦 你點這些飲料都可以講 你要去冰無湯或少湯或什麼都可以講 只要你會馬來聞的話 但是他不難 真的不難 然後除了這些飲料之外還可以開到 像這種是很比較傳統的飲料是 可以退平的那種氣 就是氣水 像這個是葡萄氣水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是他們這邊很常看到的牌子 然後這邊就賣一大堆飲料喔 五色四色三色奶茶裡面就是會加仙草啊 綠色的兩條啊 然後還有紅豆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幾色就是代表裡面加了什麼東西 通常都是小朋友喜歡喝啦 大人都會喝抗酸茶 這種就是保健茶品這種 對 本來東格拉里是他們說有壯陽的效果啦 對 東格拉里是一種植物 然後有壯陽效果 對 那我覺得那邊跟香港有一點比較像 就是他們會有這種涼茶鋪 在台灣可能只有萬華啊 有 然後路上幾乎都不會看到我賣涼茶鋪的 對 但是他們那邊還是 都就是可以見到有涼茶鋪 然後這些是紀念品 就是在河濱公園 剛剛古晉和平公園那一帶都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東西啊 我剛剛前面那個土著的那個編織欄啊 在古晉和平公園我看到一個賣12塊馬幣喔 然後我到葡萄牙去的時候變成20塊歐元 跟我一樣的東西 真的 然後這個是我個人推薦去那邊超市可以買的一些品牌 這個超難買的 這個我現在只有在淘寶上看到 然後我再也沒有在馬來西亞的超市看到 你也沒看過對不對 超難買 現在淘寶有 可是我們又不能從台灣買 因為有粉狀類的不能跨國際 對 然後這個是微笑魚牌的魚罐頭 這個在一些這邊 男視角這邊的超市可能也可以找得到 對 然後這個是異昌牌的 異昌牌現在台灣也買得到 對 這幾個是我喜歡的品牌 然後獨立中學的部分 這個是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就是西連 就這裡 對 然後在全馬來西亞有60間這樣子的學校 那沙勞月有13間 又因為他土著人口多 加上本身周的人口又不多 所以幾乎都是微型中學 就是300人以下的學校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 讀中的部分 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就 這邊就將照片看回去就好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大概沙勞月的介紹 差不多到一個短度 那這個是就是我擺在這邊 剛才老闆說可能被接走的這一本 對 就是 我介紹馬來西亞的一些 就是有關沙勞月的吃喝玩樂 然後一點 講一點點我在這邊當校長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幾龍伯伯 這書已經5年 5、6年了 但是有新版的要發行 在今年9月 對 好 然後這個是我的粉絲專頁跟IG 就是如果各位有新句話可以去按讚 然後為什麼會有兩個呢 因為左邊的我就會寫很正解的東西 比如說我一開始講部落客王朝的歷史 然後右邊就會寫說 那我今天來這邊演講啊 然後吃什麼什麼金 我穿什麼拍照 對 反正就是兩邊的屬性不一樣啦 對 然後下面是IG 那剩下時間呢 然後我今天有帶兩個 就是磁鐵 那 你們可以小小的Q&A就是 跟大家互動一下 然後看 要我先問各位問題 然後回答 還是先讓各位問問題 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如果去馬來西亞製作語言 然後 那怎麼樣 會不會被 其實去馬來西亞製作語言 不看起來會像外國人嗎 不太會被坑耶 馬來西亞不太坑人耶 是不是 會不會光光客有他的價位 然後 我覺得 外國人 不會 馬來西亞這點都還蠻實在的 蠻好實的 不是我在講 你也這麼覺得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像沙老月啊 他基本上光光客量就已經很少了 有人來他已經很高興 他一定對你超好的 真的 因為他人也 沒有那麼多 多到 當地的百姓還要興起壞心眼 要來坑 我覺得 你只要看到華人點 你跟他講華語都可以 然後不然你就講明南語 或客家話 看你會哪一個 看你會哪一種方言 他們很厲害的 你是講什麼語 你的母語是什麼 是華語啊 不是啦 你家方言 是 肯定沒有聽過啦 就是那個叫什麼 辛化 我聽過辛化啊 辛化米粉很有名啊 辛化啊 然後 他們很厲害的啦 像他辛化 但你等一下講福建話 他也是會聽 我太文系了 所以我有一台語 對啊 對啊 那他們 其實一個人 至少都四種語言的 所以 你只要看到華人臉 你跟他講中文 不然就 你南語 我覺得一定都沒有問題 而且他聽到你台灣來 一定很想幫你 真的嗎 他很喜歡台灣 還有嗎 還是先想 然後我先想問題 沒有 沒有 就讓大家講啊 還沒人要講 沒有 好 來 日本朋友講 欸 不是 然後 然後他也去什麼 他們看到好多人去什麼 原本我對斯烏地區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好 斯烏是福州人的地區 然後福州文化跟明南文化很不一樣 就是 好像台灣的話 比較少人知道福州文化是什麼樣子的 那我現在研究台灣的馬土地區 馬土地區 馬土地區是福州人的 因為台灣人都不知道福州文 他們講的是什麼語言 那我想請問一下 馬來西亞華人社區裡面 大家都知道福州文化嗎 大家都知道 似乎那邊的人講的話 去的東西 都跟明南文化不一樣 其實 他們一講到福州啊 他們就 福州話本身那個方言就難懂 跟明南語就 相似度就不高 除非是你很常跟福州人做生意的 你可能就是會說個幾句 那如果你沒有這些生意上往來的 可能也就幾句 什麼謝謝你好那種可能可以吧 但是真的要聊天 到底不行 不過大家都知道福州人是非常 勇往直前的一個 這種天生的民族性吧 所以福州人通常做生意都很敢 然後很敢大筆投資 然後大筆開大刀闊斧這樣子 所以福州出很多企業家 剛才那個施屋啊 有很多很有錢的 然後包括現在他們馬來西亞 沙勞越州的第二部長 因為他們有第一部長第二部長 第二部長是華人 那個華人叫黃順可 他就是福州人 他就是來自施屋 所以在馬來西亞講到施屋這個地方 大家都想到 企業家跟政治領袖 他們那邊之前 像他們馬來西亞有沙勞越 人連黨 他們有很多那個人連黨 因為他是左傾的一個政黨 然後以前很多早期的領袖 也都是來自施屋 所以他大概是政商界 也出很多有名佼佼者的 一群人吧 所以我剛有說 觀光客很少去施屋啊 通常是做生意啊 或什麼會到我們去開會 你幹嘛幹嘛 那些施屋的知名度很高嗎 施屋知名度 光知名度很高 在至少我不要其他州啦 但至少在沙拉五月州 講哥羅面就是古境 公平就是施屋 美里的話可能有 美里 蝦麵可能蠻有名的吧 美里蝦麵應該蠻有名 就那個大頭蝦麵啦 美里大頭蝦麵啦 美里大頭蝦麵蠻有名的啦 對 嗯 他的食物辨識多不高 他還蠻有名的 我想要 你問一下 美里大頭蝦麵師之前的講者是在 在讀中任教 那 想問一下那邊的上課方式 或者是 學生學習的態度 有什麼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兩小時嗎 妳是有準備要去那邊教書嗎 沒有好奇 他們那邊很純樸啦 然後 那邊的學生 大概跟我們三十年前的學生 比較像 就是見到老師會行李的那一種 然後 是跟台灣的學生比起來是很乖的 然後很淳樸 你看他就知道了 然後 上課的話 他們上課跟我們不大一樣 像我的那間學校 一節課只有三十五分鐘 就是下課 然後 他們 還不到八點就上第一節課 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 比如說四十分鐘五十分鐘 一節課 然後就休息十分鐘 像我那間學校是 連續上了一個半小時之後才休息 然後放半個小時 大約十點半就吃中餐 妳剛剛不是說三十五分鐘一節課 可是他中間不會下課啊 他會換老師進去上課 他會連上一個半小時之後 才放你半小時還四十分鐘 就讓你去吃中餐 所以 還沒八點就開始第一節課 然後十點多就開始吃中飯 對 然後你還想知道什麼 你說 教學這個 因為他範圍有點廣 或是什麼 特別的課外活動 基本上就 因為他們很缺乏師資 就是看你那個學校拼到怎麼樣 老師他有什麼特殊才能 他就會去教那個學校的學生 那像大部分老師 年輕老師都很樂意 陪學生打排球啊 羽毛球啊 那種就 學生就會很高興 那像我的話 因為我會挑獨皮舞跟藝術舞 所以我們那間學校 看完後中就是獨皮舞 所以基本上是看獨中獅子有什麼 然後 他們會為了籌款 他們一定要會練 比如說 有什麼二十四節慶谷啊 然後舞龍舞獅啊 這些 這就是台灣學生 不太會去學到的東西 然後他們會去背 簽字文 會背 什麼 地址規 地址規 對 他們會有這類的比賽 像他們就會去從事這些活動 然後這是台灣學生沒有的 對 大概這樣子 我想問一下 他們的那段考是跟那個台灣那個 跟台灣那個像那種 活動或小學一樣 就是三次段考這樣子 還是幾次 這樣我覺得他問了 對 基本上應該也是三次 三次段考吧 最起碼有兩次啦 期中考期末考 期中期末應該 我那一間學校是期中考期末考 兩次 對 然後 也是 對阿 對阿 我只是問他們會考幾次大 然後我覺得 他們比較不一樣 上面小學畢業有一個 USP UPSR 小學畢業的一個考試 中學畢業有 P 就是高一 中三 我不知道 中學的時候 會有一個叫 SPM 之後會有一個 STPM SPM FPMR SPM 國中 國中畢業是 PMR 高二考的是 SPM 高三 畢業考的是 STPM 可是他們不會所有人都考STPM 因為他們不是所有人都要念大學 馬來西亞沒有像台灣覺得高中畢業一定要念大學 他們很多人念到高二他就回家幫忙 他家可能是養雞養鴨的 尤其是我以前那個學校 很多父母都是種菜養豬的 或是棕櫚業那種的 對 他小孩要決定到高二 他拿 SPM 他可以去政府的單位做基層的 就是協志樓的那種工作 他就覺得很滿足了 所以不是所有人高三都會再去考那個 那你拿那個東西要來申請台灣念台灣的學校也可以 你要先去林孔那個華僑大學先修班先待一年 對就華僑先修班嘛 對待一年 然後依你待一年的那個成績 因為待一年就會考試 然後依你那個成績再去分發台灣的大學 然後你成績好可能就會去台大什麼的 對 所以他們的考試是這方面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 那在那個食屋的話有那個福州乾麵嗎 因為台灣對福州圍的印象就是福州乾麵 食屋的乾麵我剛剛那個照片沒辦法 食屋還有一個食屋非常有名叫乾盤麵 乾瓜麵 對 那個是辨識度很高的 就是去食屋一定要吃這個 公餅跟乾盤麵 對就是因為我有問過乾盤麵 到底跟哥羅麵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乾盤麵上面不會放茶燒肉吧 對然後也對 顏色比較黑一點 嗯 對 他們很厲害的啦 像我是覺得都還不錯吃 那就是那個 你剛才說那個部長是 那什麼 或是君主 他是那個什麼 為什麼會是那個 你不能叫馬蘭洛人 嗯 因為我不曉得你是說食屋還是說沙勞月 沙勞月 沙勞月 的周長 的周首席部長 白毛 因為馬來西亞 可是選了嗎還是 首席部長是周元首任命的 嗯 然後周元首再去任命第一部長第二部長 應該是這樣子沒有錯吧 所以那個白毛他本來是周首席部長 他現在變周元首 對吧 周元首 因為馬來西亞沒有 馬來西亞有四個州沒有蘇丹 像沙巴 沙勞月 馬六甲 跟冰 冰 冰城 就四個華人多的州 沒有蘇丹 蘇丹是馬來人的那種皇家協同的 那其他吉蘭丹 雪蘭鵝啊 這些 什麼丁加奴什麼的 這些有蘇丹 所以他是選的嗎還是 所以你說周元首 那個應該不是選的吧 周首席部長 應該這樣是選的 那我覺得他不用 嗯 馬來西亞的選舉沒有很民主公開透明化 可以類似 對 之前馬來西亞就是幾年前 關燈那個 就很嚴重啊 跟他五十年前台灣選舉很像啊 周元首 應該 要選嗎 照我們所謂領主國家來講 應該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用選的 他自己認 他怎麼會選 用一個少數民族來當 怎麼會用少數民族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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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說 要嘛就比達爾 要嘛就是伊拜 要嘛就是拿來 要嘛就是華人 要嘛就是華人 怎麼會選到一個 土著中最第三名 最第四名 第四名 所以應該要回去查一下他的成功史 他的成功歷程 就是太一馬目如何成功 就是他的政治人生 這倒是一個蠻不錯的題目 我可能回去查一下 然後如果我有空的話 我就寫到我的 剛才那個正常的 正常的 正常嚴肅的那個粉絲專頁 因為我也還蠻想知道這個答案的 對 為什麼是馬來的 因為我們剛選 對 那請東馬的同學說說 輕輕的說說 在台灣聽有人講你的家鄉 我覺得蠻有趣的 一開始就想說 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這個 東馬的文化 然後想說原來 知在別人 或者是台灣人的眼裡 或者是老師的眼裡 我們東馬是以什麼樣的方法呈現 然後想說來看 是怎麼樣的一個方法 然後發現 還不錯 就是 可能會是很負面的 或者是很正面 其實還蠻正面的 還蠻是負面的 但是我也還蠻是負面的 負面其實很多 都會平時啊 對對對 然後還有很多 我們可以再探討 更多 比較黑暗面 黑暗面的 有啊 有啊 但是這個有直播都不知道 那可以切掉 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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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的 別人的壞話 要認真做完功課之後才能講 不能倒聽途說就開始說別人壞話 就 我的原則是這樣子啊 你感覺沒有公車一樣 沒有公車這是我親身經歷 我可以很大聲的說 他交通真的不變 我是有個老師 試試看他等公車 他就等了三個小時半 公車還沒來 他家也沒多遠 他就走路一個小時就到了 而且那裡公車沒有冷氣耶 對 那裡公車 好像有些有 而且窗戶是像以前普通車號 就是會卡到斜一半 然後下板去坐 然後窗戶會有的時候壞掉 根本拉不起來 然後你要把車門打開 整車才有風會進來 那個最奇怪的地方 不是有石油嗎 照理說有石油的話 這些公共建設應該會一樣 喔 那這個就是又跟那個白毛 我們那邊的98仙 我們那邊採的石油 98仙賺到的錢都是給西馬用 我們28仙在我們自己用 所以你看那個 而且他什麼基礎建設要先要後啊 其實就是跟 以西馬為主 然後跟他們的當政者 有極大的關聯 我看著黑暗面 對 可是他們的人啊 比我們這裡淳樸 就是他們比我們更具有儒家倫理精神的一個 比方是說那邊的華人 所以他們批判政府沒有像我們這麼 就是這麼猛烈砲國攻擊 然後就是對 這其實是因為一條法律說 只要我們收到某一個人 是比較發現到種族 那我們會以這個出發的立場去出發 只要這個的話 都會被抓 就是他沒有理由都可以抓你這樣 所以之前有個黃明志 他找 對 他找英偉馬來西亞 他就要面臨官司 他報仇 他是民船大學的學生 對 我蠻喜歡他的欸 大家知道黃明志是誰嗎 唱泰國情歌的那一個 就是什麼 911啊 911啊 他之前跟私業吵啊 對 但是我喜歡看他其中的就是 演藥馬西蘭馬 我覺得很好看 對 雖然他就是常常抨擊政府 然後他 就是跟馬來西亞的官司 我喜歡他報仇二三十公斤 然後他之前被 差點被抓去管 那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 或者有意見 那兩個女同學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到 沒有沒有 就演完了 這一場 這一場進行很久 那回憶這個磁鐵 我就用 很簡單的 你還有磁鐵 要送 那我就用很簡單的Q&A 來問一下好了 那 呃 各位可以 有誰可以說出三種 吉祥物語程式的搭配 真的嗎 對啊 那個妹妹要舉手 太簡單了啦 你不是要舉手 我看你怎麼會 你只聽他人家沒有想回答 兩種就 兩種兩種 有沒有誰要回答一下 嗯 我送一下好了 哪一個先 後面那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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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拋是古禁 然後 那個 然後小手 謝這兩顆榴槤 呵呵呵呵 那這件系列 就是沒有後面 我根本照片都沒發 對 好那你先挑一個 看你要貓 還是這個 好 那第二題我想一下 第二題 好 第二題 就來講 喔 那個 梅里啊 他有哪兩個很著名的國家 公園 名字那麼差 哈哈 老闆都回答不出來 我都回答不出來 真的嗎 這也可能啊 名字很差 是大家不會嗎 還是要換題目 呵呵 喔 你換一個好了 那我換一個好了 那我換 大碗公 麵店 是誰的 哪一位著名導演的二哥 快快快 很簡單 好了 算不掉 呵呵呵呵 謝謝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東馬有出去了那個 七點 再聽我來 好 去吃了一個 你發心精明 那我沒有 對 對 黃心鍵點 電魚湯 谢谢观看